那我们今天 因为有一个 很比较特殊的姻缘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学员 第一次来接触 这个华严精 虽然读到了华严精 可是他不见得听过这个名词 那最近呢 听说我们很轰动 因为我们拍的那个片呢 这个莫名其妙 不是莫名其妙 其实我们本来没有信心 结果那一天 那个委托菩萨蛋的时候 就是我们去拜完 我在那个宝祭寺上课嘛 我们那一天呢 就供养了委托菩萨 那供养完了 就是知道那一天 是委托菩萨的生日 没想到 那个中午的时间呢 就说得奖了 得奖了 得奖了 好高兴哦 这样 我们就去 就上去看 我们这部片啊 竟然得到这个 还有个什么 德鲁克国际电影节 那个纪录片 最佳纪录片的奖 然后呢 因为我们的导演 英文不太好 他就上去研究到底是入围还是得奖 这边搞不清楚 好像做梦了这样 那我们就 就后来呢 我就说得奖还是入围 我说你把那个email发给我看 一看 是得奖 怎么会是入围呢 是不是 那所以呢 过没几天 那个奖杯就寄来的 那这是第一件事情 我就说 哇 那真的 就是真的确定是诸佛菩萨加持 大家诵经回向 还是很有用 很有用 因为这部片呢 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不配看好 被他 不被那个他的 那个我们导演的老师 他觉得这个片呢 是很宗教性的 所以那个一般的电影节 也不一定会肯定 那那个导演呢 也没什么信心 他就说 可能因为不单是佛教国家 所以他看到佛教的都 门槛比较低 他是这样想 我就想 没关系 反正有得奖就好了 没想到过了两个礼拜 这初一十五嘛 那到十五的时候 我们就是 我们学员呢 因为我们整个僧团到 那个保基寺 那里有一百个法师 我们就想 结下安居可以供养法师 所以就发起了一个 这个在十五号的时候 做了一个上堂斋 然后供养 供养完呢 又得奖了 哎呀 这件事情真的好神奇哦 原来我们得奖 这是靠委托跟康 菩萨 供养生 供生的功德这么大 那供完了之后呢 我就看到那个有人发讯息说 又入围了 我说是什么东西 就这一次呢 就很神奇是 LA就是洛杉矶的 那个国际短片节 那如果是LA 他有指标性 因为是西方的那个制片厂 好莱坞在那里嘛 那他既然让我们入围呢 表示他就是怎样 我们只要呢 在美国的这些影片节 有入围任何一个 我们就有资格去参加 奥斯卡金像奖 你看这个有没有厉害 很厉害对不对 所以要 大家要认真继续念知道吗 诵经很重要的 这真的是很神奇 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 你只要诵华严经 就是叫做心想事成 但是心就不可以想不好的 你说趁这个机会呢 哎呀想要整个占一点便宜 你是 你要知道这个 这部影片乃至这个 华严经的背后 有很多高人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搭便车 来创造我们的富贵人生 但是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呢 如果想要大捞一笔 也是很完蛋 因为大家都在看 是不是 你这个名利来了 然后接下来呢 所以我们要趁着 这个因缘当中呢 我们在推广 推广的是什么 推广大家来认识 内心当中的一个 非常殊胜的华严世界 所以呢这个 这个华严世界呢 其实他在讲什么 就是不管到哪里去 我们这部片子的名字叫做 跟着华严经做什么 去旅行 那旅行呢 我们今天来了 十亿个旅行团的领队 听说都是领队 是不是 领队举手 你们要带我们去哪里 总领队来了 然后领队呢 你要带我们去哪里 是不是有一些领队呢 是这个有插评的 对不对 所以领队呢 其实带来带去 就是去shopping的 但是我们呢 是要做什么 要带着大家呢 一起进入华丧世界 那我们的总领队是 毕如哲纳佛 是不是 那这个团队 一定不会迷路 因为呢 最有智慧的是领队嘛 然后领队带着我们走 我们就跟着领队走 然后呢 就会进入了什么 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旅程 那这个旅程的过程当中 我们来到这个地球 这一站在地球 对不对 但是华严经呢 是我们的旅行手册 这个手册告诉我们 世界有多大 来自四面八方十方 你看有一首歌 这个华严经的主题曲 有 有 会唱了 你看这些香港的歌星 就知道这是很老的骗子 有人会唱耶 哈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 十方一念来做什么 进入这个世界 要来什么 这里叫做什么 娑婆世界对不对 然后叫五浊什么 二世感觉很严重 就很像到处都有很多问题 然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可是呢 一旦我们有了这一部华严经之后 他就会把这个所有的问题 都做了一个 叫做什么 就是一个转化 是不是就莲花 如莲花牵绊 那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其实都有这一朵莲花 只是你怎么让它开 怎么让它开 那开了之后呢 我们自己就可以怎样 真正的找到一个 转变的一个契机 所以其实学佛呢 他上一次那个 蜜雪的小朋友 去归医嘛 归医完之后呢 他就跟妈妈说 妈妈 为什么我归医之后 人生到了谷底 怎么突然什么都不顺了 什么东西都 都感觉有一个很大的瓶颈 我们知道 要会发生瓶颈 是我们不管你有没有学佛都会 人生本来就是顺顺利利 各式各样的境界都在眼前考验 但是学佛不保证你就不会遇到事情 但是学佛可以保证你遇到事情 有方法可以解决 那佛的方法是什么 是一个两全的办法 是一个可以双赢的办法 我们大部分的人呢 其实遇到问题 其实因为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 我们只会用自己可以 可以通过 或者是对自己有利的办法 不见得对他人有利 那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话呢 其实那当然每一个人都要顾自己 你就会互相有一种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角逐有一种斗争的一种心理出来 可是如果你用的是一个佛陀的方法 就是大家双赢 每一个人都得到好处 那就叫做皆大欢喜的方法 所以他其实呢 就是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呢 他给我们提供很多很多的方法 而且有的是阶段性适用 有的是每一个阶段都适用 就是我们修行呢 其实随着我们的心境的提升 他每一个阶段会赋予我们不同的任务 那这个任务呢 看起来是一个挑战 但是如果我们具备了足够的信心 第二个还懂得如何解决 叫做智慧 那你的这一些挑战呢 其实根本就不叫做挑战 其实他就是每一站 每一站 就像是人生的旅途一样 他每一站 有每一站的目标跟收获 所以我们其实呢 跟着华严经来修学 结合我们自己的生活 还有我们自己在这个生命当中 也许你带着过去的心愿来的 你只是不知道 所以来到这个此时此刻呢 我们就开始呢 开启了我们的心里面的 一个古老的记忆 所以呢 在《华严经》里面 《觉灵菩萨记》就讲 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 因观法戒性 怎样 一切为心造 那既然一切是为心所造 我们就要怎样 就要能够认识自己的心 那认识自己的心 可是我们的心有什么 有好的一面 有光明的一面 但是也有什么 也有黑暗的一面 那只是说 同一个情境当中呢 我们常常会怎样 会没有办法去看到 好跟坏 发生坏的事情 你要在困境当中 去看到希望 其实是很困难的 尤其是你身边的人 如果他遇到了烦恼 他来跟你诉苦 你跟他讲 坏事是好事 他其实很难理解的 是不是 所以最近有一个 美国的局势 他说 我自从最近 就是去道场 接二连三发生车祸 他只要去道场 出来就被撞 他就想 到底发生什么事 结果就有一个通灵的 这道教通灵的 就说 你背后 你去道场 跟了一堆冤亲债主 你还是少去比较好 是不是 那结果呢 结果就是 那个 他就去跟一个朋友诉苦 那个朋友就跟他说 你超度他啊 然后你写消灾啊 你写牌位啊 结果呢 他一听 我就是去道场 惹来这些事情 人家说就是 就是常常走道场 所以 等到去道场的走了之后呢 他们都跟来了 那 我现在你叫我 又要回去找他们 然后还要度他们 不可能 是不是 冤亲债主呢 我们都希望怎样 是不是 你最好远一点 要不然你最好 就不得好报 是不是 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呢 听到这件事情 你会害怕 说会不会因为修行 然后惹到很多的事情 其实是这样子 你不修 你不修也不会 也不会美失 你修了 也不一定保证 美失 对不对 但是呢 别人在给你 很多很多的观念的时候 我们在解释这些不顺 解释到 佛菩萨的身上 那当然 这也是我们一个解释的方法 那你到这个时候呢 你已经在起烦恼了 然后我们学佛的 又叫他去做 他害怕的事情 或者是他有挂碍的事情 其实有时候 效果就会很有限 我们的班长在讲话了 很可爱 是我们的班长的孙女 今天说要来上课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那个 道场成立了之后呢 这个孙女 她每天都去上班 然后所有来公司 恰功的人 她都先规定他们 叫他们去礼佛 那到底是公司 还是道场呢 我们到时候 来看看 到底发生什么事 然后那个住持呢 从早上就去上班 上到晚上都不回家 根本就是想要住在那里 今天还是说要来上课 来看看我们这个教授师 上的怎么样 他要请我去上课 所以要审核一下 他现在很兴奋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什么 就是既然一切违心造 可是当我们在困境当中 你要叫一个人 那个心已经没有力量 然后被打击到呢 很多很多的烦恼 缠身 烦得不得了 你叫他这时候来念个佛 去拜个佛 他这个更不可能的 是不是 但是我们现在学佛呢 可以很有心情学佛 是因为我们现在没事 可是世间人很奇怪 他就没事的时候 他也不会想学佛 有事的时候 他也没心情学佛 是不是 他等到有事的时候 学佛来不及了 所以怎么办 我们就要趁现在的时候呢 来累积自己的一点 什么 一点智慧 一点资粮 资粮 所以一切违心造呢 既然违心造 我们有什么 有五种层次的心 所以佛陀呢 他讲我们一般叫做肉眼 肉眼是 就是我们现在的眼睛嘛 如果没有近视 也没有远视 也没有老花 你看我们来读华严经 你就会发现 你有没有肉眼的障碍 有没有 很多人说 师父 这哪里都看不懂 有没有 是不是 看不懂 字都看得懂 但是内容都看不懂 是你的眼睛有问题吗 其实不是对不对 就是 那明明呢 我们就是叫做睁眼瞎子 对不对 我们明明就是字看得懂 刚开始呢 我们会说 哎呀 这个字太小了 字太大 好 现在字已经调到这么大了 开始说 哎呀 这个字 那个 这个印呢 这个念了 到底 明白字句 不明白其意 当然读经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其实 肉眼的障碍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我们讲的 什么老花 近视 清光眼 什么白内障 那个就是 功能 那个叫器官的问题 但是真正肉眼的障碍是什么 就是你的智慧没有开的时候 知人知面 怎样 不知心 你不知道这个人 他在想什么 他会不会 他是到底是来害你的 还是来对你好的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就是 就是真正的爱 好 所以 真正的爱在哪里会发生呢 就是当你要突破障碍 你才会发生 好 所以在什么时候 譬如说 我们看哦 等一下 他这个有点小声 谁会控制那个后面的那个波音的那个音量 给他去放大好吗 后面那个柜台 柜子 谁会调 把他对 然后那个打开 不是不是那个打开 那里有一个missa 有没有 有一个波音的地方推上去 有吗 有没有 有没有波音的地方 推上去 有吗 放音 放音 波音 给他推上去 有吗 他有一个喇叭 好 可以 可以 好 可以 好 有声音 有声音 好 可以吗 好 不用 这样子可以 我们要跟外面的庙会拼 是不是有困难的 等一下他就游玩了 要更专心 我们上海的居士很可爱 我们上海居士有一批是那个 那个老板 企业界的老板 然后呢 他们就是因为平常很忙的时候要送金 然后要读 读经 实在是很不容易 但是呢 他们就创了一个共修法 就是那个共修法是什么 就是每一个人 大概有他们有20个人 全部来了 然后每个人平常念经的进度不一样 所以呢 他们就拿了一个沐浴 然后就一个人负责敲沐浴 然后就一杯 气 然后都念各 各念各的 他念他的那一卷 我是第12卷 然后他是第15卷 他是第28卷 他是第几卷 每个人都不一样 然后拼看谁被谁拉走这样 所以呢 他们就说 他们为了不要被人家拉走 他就自己念得特大声 所以最大声的就是那个姚先生 姚敬敏 然后念到那个像雷一样 其他人呢 为了不要被拉走 念得更大声这样 所以很吵很吵的共修 然后呢 念完了之后呢 有一个很好 很好的效果出来 从此呢 那个 那个里面那个 其中的一个学员 他说他平常坐高铁 他都很受不了 因为太吵了 别人都很吵 自从这样共修之后 他都不怕吵了 因为共修的时候 别人比那个小孩子还吵 声音还什么 什么东西 他都不会被干扰了 因为他已经训练的 可以专注在他的那个 他的经文上面 所以其实就是什么 在动中才能够修炼 不动的智慧 然后在闹中才能够 真正知道你内心 是不是安宁 否则你现在躲到山里面去 你会发现最吵的是谁 你有烦恼的时候 最吵的是我们自己 自己在那边对话半天 所以其实这个 这个我们的障碍呢 就是在什么 在境界当中会出现 那我们心很烦 没有人烦你 你还是烦 心不烦的时候呢 即使外面的境界怎么烦 你都能够理解 你都能够接受他 所以呢 我们看这个文化的差异 这个外国人啊 他来到中国 他来到东方 他被热情的接待 那接待的方式呢 就是吃 但是吃这个吃这个 他不太敢吃 这是什么东西 他觉得那个像蛇的东西 是不是 大家都说好吃 所以他就勉强勉强 寄予礼貌 把他吃完了 哇光盘耶 我们中国人的思维 在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差异 有没有 西方人把他吃完 就是礼节 中国人说被吃完了 表示这个东西怎样 好吃但是不够 有没有 是不是不够 哎呀对不起 对不起师傅 我就是你看每次我们去吃饭 他都把我夹到那个就煎起来了 然后我们这个非常有礼貌的 把他吃完 他又加满了 有没有 哦 这是太可怕了 后来我就发现 最好的方法就是一直不要动 你看 马上 这一条更大条的 吓到对不对 好吧 忍耐 再吃 再吃 连厨师都很好奇 到底有多好吃 这是不是饿了几年了 这一次呢 好 来一个更大条的 这是昏倒了 对不对 好 那你怎么去让对方能够理解 说 哎 我可以接受 但是我不要了 是不是 说no是一个 要很不伤对方 你要怎么样拒绝 这很困难 你看像我们那个监受法师 他都完全没办法拒绝任何人 所以呢 你就是怎样 你对他提什么要求 他都只能说好 为什么 因为呢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就是叫做菩萨的个性 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的菩萨 没有一个菩萨的嘴巴会说出no 所以说出不 但是我们遇到境界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直接先不要 先排斥 那个叫做障碍 那个障碍是什么 你看我们现在呢 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别人有别人的想法 自己有自己的做法 别人有别人的做法 自己有自己的习惯 别人有别人的习惯 习惯跟习惯碰撞的时候 障碍就来了 烦恼就来了 那遇到这个烦恼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看到对方的那个心 是不是 那你如果看到对方的心 又要能够让自己不要产生烦恼 那你没有智慧 你是没有办法处理这个环节 所以我们的冲突呢 永远都是在一个知人知面不知心 而不能够接受 现在遇到的所有一切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担心 我们会害怕 你对我好是不是有目的 是不是 那我如果到最后 刚刚开始 大家合伙之前都是好兄弟 是不是 合伙之后开始呢翻脸 反目 是不是 新婚之前谈恋爱 每一个人都是甜蜜的 结婚之后呢 才是真正的开始 然后呢出家之前呢 大家都修得很好 有的人说呢 哎呀师父 我们刚刚来学佛 你对我们好得不得了 现在我们编导学员 每天都在骂 我就说你是还没出家 你出家之后你就知道 不只是骂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自己心里面有障碍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是需要有人来教我们 而且那个人是明眼人 要能够明白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才能够突破障碍 可是我们的自我的意识很高的时候 我们总是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指导 即使是善意的 即使是善意的 我们今天如果喜欢这个人 他有再多的问题 我们都会自动转换 转换成优点 有没有这样 所以就变成溺爱 变成包容 你反而没有办法来帮助他成长 然后有一天呢 再也忍受不住了 我起了烦恼心 我就变成攻击 我把过去的这些 自己所累积的怨恨 全部一股脑的 全部加出来 你也没办法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 其实很难 在爱恨情仇的这些情感当中呢 了脱 有没有办法了脱 只要戴上这个 自己有爱恨情仇 你的智慧心就不容易升起 可是呢 还好我们遇到了 比我们有智慧的佛 比我们有智慧的菩萨 这些前辈们 他们的这个智慧呢 在教我们如何突破 我们肉眼的障碍 所以呢 有的人说 哎呀我今天呢 如果人生的历练多一点 或者是我现在的 这些所有的生命当中呢 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学习 那我的眼界就会高 所以读万卷书不如 行万里路 是不是 我们实际上在走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累积了很多生命的经验 但是在这个生命经验当中 如果不是解脱的智慧 我们还是 等于是 好我今天做事业 我认真拼个三十年四十年 如果你一直不断的认真 一定有成 是不是 一定有成 只是这个成当中呢 不一定是让你解脱的成 圣民所累 功成名就 接下来呢 就会有一些连带的一些 相关的问题 所以即使我们在佛法里面呢 学到了什么 大福报 什么叫大福报 就是注释顺利 然后你的所有的事情都成功 那个成功的指标呢 不在于 好 这种 这种会衰败的基础上 好 所以 有一个人 这个天人五衰 这是我们在佛法里面讲到的 有一个人呢 就是前几天我去见他 就是我们这个电影的这个配乐 配乐的这个 就是提供音乐的这一位制作人 那他呢 他是当初啊 我们这部电影的这个导演啊 刚好跟他一起去供养的时候 坐在他旁边 他们两个呢 一讲呢 哇 这个我们的导演呢 就希望他能够把他的佛菩萨的那个音乐 拿来 作为他的可以使用 他就授权 那这个人呢 他是 我点了他的那个微信了之后 他的微信的标题叫做 佛教需要我 我需要佛教 我说哇 这个口号很好 因为佛教需要我 我能为佛教做什么 你得要先知道佛教在干什么 你才会愿意为佛教做什么 要不然人家以为佛教做什么 就是拜拜的 烧香的 是不是 好 那出家师父 为什么我们要供养他 很多人没有办法供养出家师父 为什么 因为一样都是人 为什么我就要 我就要跪下去 是不是 他是谁 他又不是我妈 也不是我爸 是不是 很多人是这种观念 正常啊 是不是 那我们自己出家呢 人家跪 我们会跳起来的 我们凭什么接受大家的礼拜 我们又不是佛 是不是这样 所以 佛教呢 需要我们 我们能够为佛教做什么 佛教为什么需要我们 我需要佛教 那佛教可以教我们什么 可以改变我们什么 如果佛教没有用 学佛没有用 没有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好 没有让我变得更快乐 那你不要学佛 因为有的人学佛学完了 变得很可怕 很难相处啊 是不是 动不动就说我们业障啊 我执啊 是不是 然后呢 你不管怎么努力 他都看不到你的努力 永远都是在挑你毛病 用佛的标准来挑我们毛病 这种人很可怕的 你还是远离一点好 所以要跟我们这种随便的法师在一起 是不是 你们不管什么牛鬼蛇神 尤其我们见受法师 他的眼中都是 牛鬼蛇神都是菩萨 但是 但是其实这个是什么 这其实是佛教 佛教给我们的一个启发 那这一次我见到了他 那个我就问说 他现在这两年 政府都 都把这个 几百万几千万的预算全部都交给他 照他去做很多的策展 很多的宣传 然后呢 他就变成一个名人 大家都要请他 我说你怎么会策划 他就刚刚策划了一个上百人的 那个演员的一个活动 我说你去哪里学策划 他说其实不是 他以前在新闻部工作 那他每天呢 旗下就是有几十个记者 每天的工作他就是分配记者去哪里采访 去哪里采访 然后他最后来整合 每天每天这些记者都回来 然后跟他报告 他就是整合 然后隔天就发布新闻 这是他的工作 然后结果呢 他做了几年之后呢 我说那你怎么有可能 记者怎么有可能来学佛 有时候记者不容易学佛 是不是不容易 因为记者要报道的就是冲突 所以我们到场也很怕记者来 有没有 我们没什么好报道的不要来 是不是 同时有丑闻才会报道嘛 好 所以呢 他这个时候呢 他就说 他就是有一天呢 他就感觉到 这个新闻就是 今天是新闻 明天成梦幻泡影 他说这件事情我要做一辈子吗 是不是 我的人生就要在这些梦幻泡影 今天是新闻 明天就变旧闻 就一点价值都没有 他就过去了 所以他说我要做一个 做不生不灭的东西 长久的东西 所以他开始做文化 然后他去把所有 他住在江西 所以江西湖南那一带 非常多的祖庭 过去从唐朝以来呢 就非常多的高僧大德 在那个地方修行 禅宗的发源地在那边 所以我们常常讲跑江湖 有没有 所以我们这一次去那个祖庭 真的每一个地方都是 很有渊源的 原来这个是马祖道一 坐在这个地方 在这边开屋 我也要去坐一下 是不是 一坐下去 哇 怎么 就是觉得那个祖师就在现前 现身说法 马祖道一的第一个道场 他渡的第一个徒弟 就是一个猎人 猎人呢 一直追着那个路 追着路呢 被马祖给阻挠下来 那马大师呢 就跟猎人说 你追什么啊 他说我在追 我在打猎 打猎的人 后来出家 就在两个对话 马祖说 你打猎 你懂猎吗 你懂舍吗 就是猎树嘛 我当然懂啊 我一辈子都在打猎 好 所以马祖问他 你一箭射几个 你一箭射几个 他说 我一箭射一只 百步穿羊 是我一箭射一只 马祖说 你不懂猎啊 这个猎人啊 他说 那师父你懂吗 我当然懂啊 你一箭射几个 我一箭射一群 这听起来很厉害 是不是 就比数量 我一箭射一群 那结果这个猎人说 彼此都是生命 何必这样滥杀无辜呢 怎么变猎人 那猎人怎么反了 去讲那个 这个师父 还念的师父 自己还知道 对不对 好 那这个马祖呢 就说 既然你懂这个道理 你何不自射呢 你干脆射自己啊 是不是 你要射自己啊 他说 如果要自射 还真无下手之处 当下呢 马祖就说 你懂了 他就舍掉他的弓箭 就出家了呢 叫石拱禅师 我们这一次呢 去他那边 去那个石拱禅师 我说 原来他就是追猎人 追到这里 碰到那个马祖 当时的那个情境 一幕一幕的就跑出来 很精彩的对话 很精彩的人 可以在人生 在以打猎为生 当下就是 就去出家了 就修行了 什么叫做 无下手之处 我们要射别人 多么 多么简单啊 我们的嘴巴 就是最好的工具啊 把人家讲死了 讲到跳楼的也有 是不是 可是当我们要 看自己的时候 你都看不到 没有人看过自己吧 是不是 楞严经里面有一个人 他是世界上第一美男 叫颜若达多 他每天呢 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照镜子 一看 哇 你就是世界上最帅的 没看过你这么帅的 是不是 船像你是不是 每天都这样 你都闭目了 他现在已经不看了 因为太老了 不要看了 哎呀 真的是太帅了 突然有一天疯掉了 为什么 因为他在看一看 他突然想 诶 我的头在镜子里面 那我真正的头呢 好 所以他就开始找头了 每个人都说什么 笑诶 是不是 啊头就在你头上啊 好 在我头上可是 来请问 谁看过自己的头 亲眼见到自己的头 有谁看过 蜜雪 你有没有看过自己的头 你没看过对不对 好 是不是 船上你有没有看过自己的头 镜子 那是镜子里面的头啊 不是你的头啊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件事情呢 就让他疯了 他就是 他看不到他自己的头 他没有办法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在哪里 有没有 禅宗最厉害的就是 叫做器物本来面目嘛 谁看过自己的本来面目 什么东西叫做本来面目 好 所以 这件事情呢 他可能 如果你想通了 你就是 可以叫做开悟 还没想通 你永远都在往外看 永远都在 明丽 彩色 过眼 云烟当中 好 迷迷糊糊的过了一生又一生 不只是这一生哦 不是这一生过完就好了哦 这一生过完 还有下辈子 还有下辈子 还有下辈子一直不断不断延续哦 是不是 所以呢 当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要怎么去观 才能够有所领悟 那那一个 那个制作人呢 他就从此之后呢 他开始进入了佛法的世界 他发现 每一个法师 每一个祖师 他的身上的故事 他所发生的一点点的故事呢 都指标在同一个目标 就是认识真正的自己 那既然如此 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 可能都是在这个路上呢 是想要 真正想看的 其实是看自己 我们为什么要努力这么多 其实就是借由这一些的努力 来认识自己 可是我们从小到大 所认识的自己 是别人口中的自己 从来没有自己亲自的去认识 认识他 所以我们的佛法呢 其实他就是教我们 自觉 第一件事情开始自觉 我们带领大家自觉 你自己没有自觉 是很 没有办法去影响别人自觉的 因为很多人说 师父 你叫他对我好一点 那怎么有可能 你叫了三十年 他都没有对你好 你叫我一天 就叫他对你好一点 不可能嘛 是不是 我们的所有的问题呢 如果你不能够正确的去观察 你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 认清楚事先的实相 实相 所以呢 这叫做最基本的叫做慧眼 我们不能够只有天眼 天眼再怎么美好 他有一天 就是会 叫做什么 叫做繁华落尽 繁华落尽 那人生在退场的时候 你退场是不是只剩下落寞呢 如果只剩下落寞 或者是只剩下很多的哀怨 或者是很多的懊恼 很多的遗憾 那这个人生呢 就是乱来 不是白来 是乱来 因为不要这样过 那既然这样 我们来学佛 学佛就是什么 就是要用智慧 这个智慧呢 在华言经里面讲的最透彻 最透彻 所以我们不能瞎送啊 像那个林立华都是瞎送 送了240遍 他还没有开悟 都没来出家 所以他 我就确定他是瞎送 是不是 就是 哇 我有念就很开心 但是呢 他已经怎样 已经不简单了 念了这么多遍 对不对 至少呢 可以成为一个公案 有没有 立华你几岁 66 66岁 他61岁 62岁才开始 62岁的时候 师父才认识他嘛 对不对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 他跟佛陀同年那时候 楞严经 他62岁来学佛 然后来学佛呢 你看现在66岁 四年念了241部 你看 这是什么人生 这四年 比上他以前的62年 还要精彩 以前62年都不知道在什么过 叫做乱过 现在终于知道怎么过日子了 对不对 他的儿子是台大的教授 以前呢 就是很担心这个妈妈 没有人照顾 现在呢 他要见妈妈 还要预约 因为妈妈比他忙 妈妈你有没有空 然后他拿出他的行程表 我安排一下 是不是 所以这种智慧呢 他已经有不一样的超越 他对所有的世间的所有有违法 我们会有另外一种观念的出现 就是一种超声的观念 跳脱的观念 乃至于超然物外的观念 如果我们能够从世俗的 这些恩怨情仇当中呢 再跳上来一集 再看一下 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争论 跟很多的烦恼 是无意义的 是无聊的 浪费你的生命的 只是因为我们过不去的时候呢 你就会局限在那个地方 你就想不开 每天就是烦恼到不行 那既然这样子 我们来学学佛 如果有瓶颈的来念个佛 来读个经 这里面就有很多 会让你豁然开朗 而且这个豁然开朗 我昨天去厦门有一个居室 他是这个海外留学 回来都在做那个外国图书 什么牛君出版社 剑桥出版社 都跟他们接洽 那因为他是帮我们做 那个华严经进口 他把这个华严经 当成一个图书来进口 所以呢 他就接触到了华严经 他开始读 他被我们呢 拉到群里面 他也开始读 他说自从他读了之后呢 也很奇怪 以前很纠结的事情 怎么突然之间 好像没有什么 而且他连为什么 没有什么 他都不知道 他怎么想通的 他不知道 这华严经是这样啊 没有念的时候呢 你也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会想得通 重点是念完之后 你还是不能理解 你怎么想通的 是不是 这个叫什么 这叫不可思议 这叫不可思议 所以呢 这个观跟想不一样 想用的 想 想的动作 用的是什么脑 对 要忘心 叫意识脑 就是我们平常 我们的生命经验当中 让我想一想 你想的依据是什么 就是你这一生累积来的经验嘛 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想怎么样的方法 比较容易 你就会想出一个办法 可是这个方法 有时候有用 有时候不是用 因为 因为我们随着不同的生活 跟我们的成长背景 会有不一样的处理 处事方式 所以这个想是 局限在个人的经验 但是观就不一样 观是一种观察 他观察所有世间的一些现象 然后就归纳出一个法则 这叫做佛教 这个佛教的观 他是超越他自己个人立场的 他可以把自己的这种 自己的一种执着跟偏狭 可以收掉之后变得很开阔 所以他会适用在各种时代 跟各种空间 所以这叫什么 这个叫做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因作如是观 这个观叫做观自在的观 当你有了这种观察跟观照的智慧 你算是基本的智慧眼开 叫做慧眼 就是这是最基本的 叫阿罗汉的慧眼 阿罗汉的慧眼 可是阿罗汉的慧眼 他可以帮助我们 叫做解脱 就是这一生你确定不会再轮回 不会再轮回 所以这个观 其实在这些所有的修行当中 第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至少会内观 会自观 会自觉 慧眼 好 第五个眼 你有了慧眼之后呢 要在人群当中 在众生当中 你才能够累积各种不同的 什么 不同的资良跟经验 叫做法眼 什么叫法眼 法眼叫做 叫做什么 菩萨 三妹 菩萨 既然你是一个 有智慧的人 如果你只是躲在自己的家里 自己享用自己的智慧 或者是你的家人 自己享用你的智慧 或者是你只是身边的 一些三五好友 来享用你的智慧 你叫做大财小用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我每次都说 这个好好用功的人 一定要来出家 为什么 因为出家就是把小财大用了 我们如果 如果在家 如果师父没有出家 最多就是当一个 也不会是好太太 因为很难相处 也不会煮饭 然后呢 也不喜欢跟人家 在那边交际应酬 可能每天就是把孩子 掐过来掐过去 每个孩子都被我掐死了 因为是对人他很严格 对自己都很宽容 大概都是这样 所以呢 你说再怎么样扮演 然后呢 赚钱应该也不会太会赚 没有什么很大的才能 真的没有什么才能 可是出家之后呢 这个没有才能的人 也能够变成大师 是不是 我去拔牙齿 那个拔牙齿的人 他拔了一个 拔了一个小时 还拔不下来 然后我那个牙齿呢 已经肿一边了 他还说 大师你的嘴巴很肿 他还叫我大师 我明明躺在那边 像带宰的羔羊 他也是叫我大师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光头 所以一般世间人 看到光头就像佛 他管你修得怎么样 他就觉得你是大师 所以我说 小财变大用 有没有 所以小财变大用 那因为有这样子的大用 因为我们献的这个像 把自己布施出来 佛陀他授予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做什么 因为你已经离开家庭了 所以你处处都是家 每一个人都是你的家人 每一个人都像我们的 云生累劫的什么 叫做同餐道友 就是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这个时候呢 你的心会打开 你的心打开 因为你的心呢 如果是在家 永远只有戏在几个人身上 是不是 每次呢 我们说 走我们去跟着华人进去旅行 他说师父我要回去安排一下 我看我妈妈要不要 我的爸爸要不要 我的家里面什么 有没有什么事 是不是 就是心就系在几个人身上 我要看看他能不能够接受 有一个人说 师父 你说受菩萨戒这么好 我要去受 受完了 还没受 填完报名表 隔天就说要把报名表抽回去 我说为什么 他说 哎呀很抱歉 我回去问我先生 我先生说不准 是不是 我说 你那个受菩萨戒 你还要跟你先生报告 你不是跟菩萨报告 竟然是跟先生报告 没办法 因为你就在家 在家就是系在几个人身上 我说那你要 要跟这一生的先生报告 要不要跟过去生的先生 要不要跟上上辈子的先生 他说我不知道 我有嫁那么多次 你不知道嫁那么多次 因为我们多生累结 一定结了很多的缘 是不是 那这一生一定还会碰到 只是因为换了一张皮 你就没认出来 有没有 那你如果认出来 你的眼睛如果能够通天 你就认出来 这是我前世的 这是我前前世的 那你是不是三妻失窃 就是每一生 你都要把心系在他们的身上 是不是 所以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跟这些身边的人 是这种缘分都是 不是随便结来的 所以你以为 你只要系在几个人身上吗 不是 你得要放下你的那个狭隘的 系念之后呢 好 舍掉了我们的世俗的这几个人 全部的人都变平等 所有的人来到你的面前 都是累生累结结来的缘分 只是因为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不会善待 也不会珍惜 好 所以这个叫做法眼 我们对一个人最大的珍惜 对自己的家人最好的礼物 就是让他成佛 让他开启他的智慧 所以金刚经里面呢 讲什么 讲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卵生 若胎生 若失生 若化生 有色无色 什么人 到你的面前 我们都要发一个愿 即使我没有办法做到 我也要有这种心情 叫做我愿意怎样 我皆另入五鱼捏盘而灭肚脂 我要让这个人到我面前 他就没有烦恼 你有没有这种气魄 你有没有这种发心 还是说这个人来到我面前 他就更烦恼 也是很容易啊 是不是 我们讲两句话 就会让他每天都吃不下饭了啊 可是你要扮演这种角色 还是要扮演 他只要任何的烦恼 来到你面前 他就解决了他的烦恼 叫做无鱼捏盘啊 捏盘就是没有烦恼的状态 无鱼就是他不会有残余的 不是只是在你面前 啊师父跟你讲讲话 好一点 然后呢 我回去又继续烦恼了 这样子不够啊 就是我们 这个心情不好 大吃一顿 吃的时候很开心啊 吃完呢 你看着体重计 你又更烦恼了啊 是不是 好 我可以发泄 我可以到处去膏壮 然后呢 一起骂 我们几个闺蜜 同仇敌开 一起把我们的先生骂死 这样 是不是 骂完了 如果他真的死了 你会开心吗 是不是 然后骂完了 宣泄完了 原来他比我惨 好像也蛮惨的 我好像没那么惨 那这样子会比较开心 你还是得要回去面对啊 是不是 所以所有事间的方法 都不是有效方法 因为他有残余 一些副作用 然后我说 哎呀我上网 我心情不好 去烫一个发型 换一个发型 是不是 发质就被烫坏了啊 没有吗 是不是 换个发型啊 然后呢 那个三千烦恼师 已经够烦恼了 还要把它烫得更烦恼 是不是 换个发型卡 感觉心情更好 有吗 结果发现隔天 心情还在那个地方 你只是暂时而已 这都不是有效方法 还要浪费钱 是不是 那最有效的方法 就免钱的啊 你在华严经一念 心一静下来 你就在家里面 静修闭关用工 要不然就到道场 去发心做义工 然后去接触 各式各样的不同的人 你在学习佛法 佛法就是 叫做无语捏盘 无语捏盘啊 你每天在那边烦恼 然后也不会来问师父 是不是 那问师父的时候呢 因为跟师父不够熟 所以你每次来跟 每次很多人来跟师父讲话 都在浪费时间 师父你吃得好吗 你干你什么事 是不是 你睡得好吗 那不是你家的事 你为什么来好不容易见的师父 你不去问你重要的事情 然后你再问这个呢 是不是 好 然后我们前天呢 我们在那个厦门 看了一点 那个纪录片 他们看 看完之后呢 就有一个人说 哇 师父我好感动 怎样感动 你知道 他说我前一阵子 被人家骗了 19万人民币 19万人民币 他看完了之后呢 他说 如果这一笔钱找回来 我一定会捐出来 他说 他说师父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要怎么跟菩萨讲 我说 我心里面想 你为什么现在不捐 你要等到 被骗的人要捐 他要捐出来 我也很期待他拿回来 是不是 但是呢 人都是要失去的 才在那边懊恼 有没有 好 我说 我说你有这个心 你有这个心 你等一下去跟 随便一个尊佛 你就去跟他讲 你有这个心愿 你等于已经捐了 你只是看不到 那个那一笔钱 回到你的手上 然后再亲自 从你的手中拿出来 捐注印 但你只是没有看到 这个过程 但是你有起了那个心 你就是捐了 好 捐出去了之后 你的心是捐出去 所以不管他 有没有找回来 你的心就过关了 是不是这样 因为他被骗嘛 被骗的时候 心里面是不是很懊恼 一直在恨骗他的那个人 然后就纠结在那个19万 19万人民 大概80万的 我们的台币啦 就是纠结在那边 我说呢 其实 这个就是因为 你没有读华严经 你读了华严经之后 你是亿万富翁的时候 你不会纠结这19万 因为你现在很贫穷 所以19万对你来讲 就是很大的一笔钱 可能是你这一生的 这十年的积蓄 一般人是因为贫穷嘛 所以他不够 所以一点点钱 他就过不去 一点点的损失 如果你是佛 如果你是亿万富翁 你的基数 你的基数够大 无量无边 随便你拿 随便你拿 那这个事情呢 怎么样去扩展 就是你必须要发大怨 众生无边是怨度 所以你不会计较一个众生 对你好不好 你这边众生不太好度 那你先找成熟的 全世界都能度 我们要跟着华严经去 哪个地方有缘 哪个地方去 没有缘呢 没关系啊 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有缘啊 所以对我们出家来讲呢 我们放下的世俗的家 到处都是家 现在还很烦恼 不知道要怎么排行程 是不是 像那个坚授法子 大家都要请他去 我们都好烦恼哦 还要排 昨天我们在那边排半天 排完了说 算了 先把今年先过完再说 明年再 实在是很难排 分身乏数啊 我们需要更多的团队啊 可是那个大家呢 都要守着自己家里面那几个 你每天在家大眼邓小眼干什么 朱毕朱 你每天一直在那边怨气 你怨气了之后 他就会比较发心吗 没有啊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所以每天呢 就是以离婚的心情来面对他 我明天就会跟你离婚 你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 是不是最后一天啊 哎呀 反正明天就要离婚了 我今天就对你好一点 就是这样就好了啊 是不是我们随时都要分开的 但是你看我们 哎呀 明天就要分开了 今天呢 你不说一点好话 你还要跟什么气说 又又又又把我当老妈子 你本来就老妈子 要不然能当什么 好是不是 就是这样 我们就不甘心 人家就是不尊重我们嘛 是不是 好是不是 有一次呢 朱毕朱呢 去打残疾 打完回来呢 他就起烦恼 怎样起烦恼 因为他们家人呢 是非常依赖他 所以呢 七天的衣服全部堆着 等他回来洗 有吗 是不是 然后呢 一洗着洗着 他就开悟了 他本来很烦恼 后来呢就转念 因为他刚刚打完残疾 有一些方法 谁 马上写下去 马上掺 他就破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没有学佛 这人生就是悲哀 每天都在怨恨 就细在那几个人身上 很可怜 如果你今天是 什么亿万富翁 你到处都是朋友 那你根本就不会觉得 这有什么 是真的啊 所以我们都在鼓励大家 要跟着师父跑 是不是 因为其实我们 我们也是这样啊 我们我们也遇到很多居士 有的居士对我们不恭敬啊 是不是 有的居士很护持啊 有的居士呢 心里面没有这么护持 那有什么关系 反正我这边有缺 我那边有补嘛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 我常常讲 我们 我们其实因为我们的心 不够开阔 我们就只认识这几个 所以呢 损失很大 所以同一个 那个鸡蛋不能放同一栏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边放放 那边放放 等一下不小心这边破了 还好那边还有 是不是 所以呢 你用这种心情的时候 你就会不一样 你对所有的一切的人 这种缘分的结缘 它常常就是在你一个念头 想不开就破坏了很多的缘分 是不是 尤其是我们这个旅行团当领队 有的是终身的领队 他这个团把他搞好 这一些大爷们服饰好 以后他们这些呢 去哪一个团 他们都去哪里都要找你当团长 有没有 是不是这样 队长不是就是这样 领队是这样来的啊 然后他喜欢你呢 你就跟他说一些好话 那个年纪大的人要去 要去旅游 都是很寂寞的啦 所以呢 你只要说好话 嘴巴甜一点 然后呢 讲到他们的心灵 那个小费就领不完 有没有 是不是 是这样啊 但是你其实结了一个善缘 而且这个叫做行菩萨道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这些工作呢 其实就是来让这些寂寞的人 烦恼的人 不知道自己的心 要靠在哪里的人 找到一个什么 心灵的家 他在这个旅途当中 他可能有一些事情就想开了 好 乃至于在这个旅程当中呢 他透过了这个领队的一个引导 他会慢慢慢慢找到 他自己人生的方向 这个其实就是华严经的菩萨 所以善才童子呢 他要成为一个菩萨的时候 文殊菩萨就叫他去旅行 你在旅途当中 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人 你在各种不同的熟人当中呢 熟世当中 你因为前面已经有慧眼了嘛 是不是 慧眼是知道 这个世间就是如梦幻泡影 但是既然是梦 为什么有的人做的梦这么精彩 有的人的梦这么恐怖 是不是 如梦如幻 幻就是戏嘛 我们现在已经拍片了啊 是不是 拍片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有的人呢 在这个里面呢 得度了 得度的因缘 有的人呢 起的烦恼心 是不是 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观察 这么多的观点 因为就是众生 众生相 所以菩萨要度众生的时候 他从众生的这些群像当中呢 去理出一个智慧 所以这叫法眼为观俗 可是他的目标都是希望 能够借由这样正确的观察 可以应激施教 佛法讲的叫做应激施教 就是因应这个人的根性 他的特质 他的个性 来给他很好的一个引导 给他一个方法 应激施教 所以就像是一个餐厅 我们今天中午要去吃好吃的 对不对 然后那个餐厅呢 是怎样 他就是看你的客人 现在不是流行一种餐厅 就是没有食谱的餐厅吗 他就看客人的状态呢 来为他呈现什么 特制的餐 是不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真正厉害的厨师 真正厉害的厨师就是 什么人来 他就刚好煮到他喜欢的 可是我们都碰不到这种厨师 有没有 不是太咸 就是太淡 要不然就是太辣 要不然就是太酸 要不然那个味道就是怎么样 你会发现 你要一种厨师要满足所有口味 是不可能 但是不是不可能 是不想 是不是 因为厨师有自己的 认为他觉得最好吃的菜 他就不管 你不管谁来 你就是要吃愿者上钩 不愿者你就算了 是不是这样 我们只能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能做我们会的菜 我们会的菜 我们只能做我们喜欢的那个料 这个就是自我意识跟 你是菩萨的厨师不一样 菩萨厨师就是 这个人呢 他现在需要什么 我特地为他量身定做 这是观世音菩萨讲 应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好 那这种厨师会出现在哪里 出现在家里 你是一个家庭主妇 你一定很了解你的家人的胃口 有没有 这时候呢 你家人的口味呢 需要什么 你就会特别帮他准备 为什么 因为你真心的爱你的家人 所以你真心的 以你的家人的需求 跟他的喜好 你要让他快乐 你就会用他喜欢的方式 是不是这样 好 可是你对其他人 你没有把他当成 你最爱的家人的时候 你不会想到 他有没有需要 你只会想 我想要给他什么 他就要被强迫性的接受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这就是菩萨 他能够观察众生 然后让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 我们要学的智慧在这里 因为这一本华言经 就是教我们成为一个这样子的菩萨 这叫做法眼 好 就法眼 那法眼呢 尤其是 当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的一些潜力 会被启发出来的时候 你可能 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 你最惊讶的是 你会看到你自己的变化 我自己怎么可以变得这么有智慧 你会很惊讶 读了华言经之后 你会开始发现 你自己内心其实是有这种能力的 好 但是我们却常常不知道 自己是有办法 所以我们会把自己给局限住 那我们昨天被采访的时候呢 那个主持人就问了最难 最说 问了建兽法师说 最难 这个推动华言经最难的 的地方是什么 对不对 最困难的是什么 那大家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念了一部华言经的举手 你已经念了一部华言经的举手 已经念过一部的 至少一部的 至少一部以上的举手 还没有念一部 你的数学真的不好 一部都没有念的举手 一部没有念完的举手 最困难的其实是这个对不对 第一部最困难 第一部最困难 为什么 为什么 那个帅哥 弟弟 你为什么会念华言经 你没有念过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妈妈念 你有没有觉得她很奇怪 你不会觉得她很奇怪 她这么享受你都不会享受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 所以这就是这个就是跨界的困难 有没有 因为你们那个世界到底是什么东西 去那边干什么 会不会变成爱吃菜 是不是 然后那个世界 这个就是你跨不过去 那个是困难 你第一步 你说师父你讲的多好多好 华言经多好多好 我都没有感觉到有多好 我只有感觉到很不好 有没有 很困难 那个困难是什么 就是你没有办法跨越到 别人的心里面 但是我对我自己的心也会 有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不对 好 那别人要走进我们的心也很困难 因为我们的心没有 没有没有把它打开 也没有很愿意去接受任何的因缘 没有随缘 很难随缘 如果你很随缘的话呢 你听到这个偶尔呢 你会去翻一下啊 好像也是看不太懂 可是偶尔也翻一下 是不是 所以你看 弟弟你的阅读量可能比你的那个 那个那个法制还要少 对不对 法制还会装模作样坐在阿公阿嬷的旁边念经 因为那个孙子有时候他也跟在旁边在那边撒泊喝 是不是 可是呢 有的人呢 他就是那个跨越呢 其实当你要真的我愿意跨越的时候 其实是很困难的 可是呢 你看哦 这样子的一个用功送经 有没有 有没有很厉害 因为连这个不念经的也来坐在这边 你为什么今天跑来听啊 有没有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 很奇妙 你知道吗 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的最感动的是谁 其实是我啦 就是那种 那种一个一个孩子的善根启发 然后呢 这真的是很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看到一个人从不 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认识 他不必要来见我们啊 他不必要来学法 他也不必要来听的 他听做什么 他对他来讲 那个世界根本我不需要去理解 我也不需要参与 可是他今天竟然愿意 哎 我就有一个时间 我就愿意坐在这个地方 我没有 没有任何人强迫我 我自己愿意来的 这个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好 那这个神奇呢 就会让我看到 哎 真的 佛陀讲的是对的 人人都有佛性 妈妈的感动是因为他爱你啊 我的感动 因为我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啊 是不是 可是你竟然会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善根 也许我们真的是有缘哦 最后呢 全家可能第一个是他 他先 他先成就的呢 因为我们不要小看啊 这是家里的阿难呢 是不是 家里的阿难其实是 是很很难的 所以你看这前面这两个老阿难 是很不容易的 后面有几个老阿难 对不对 这个阿难呢 其实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在这个世间呢 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历练 但是呢 他要能够启发他的那种 那种智慧 他真的是要从 要有跨界 我们现在都在讲跨界嘛 是不是 跨界 然后跨界呢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你的心愿意 在这个世间 没有障碍的开始 所以菩萨要感动人心 他必须要先跨出他的 自我的那个舒适区 因为我们跟陌生的人事物 相处的时候 我们其实很难跟人很好 很相处 所以我自己 自己出家之后 我最大的障碍 就是面对终生 就是跟你们 跟你们讲话 我都不知道讲什么 太太有什么好讲话的 还不是都是讲他孙子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又没有孙子 有没有 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讲什么 可是呢 因为不知道他讲什么 所以呢 结果我们脑上呢 就把师父给派去 我跟建兽法师同一天出家 然后呢 出家呢 不到两个月三个月 建兽法师就去当主持 那我呢 就不敢去 我不可以去 我也不要去 好最好不要去 我就每次的一直都说 不可以是我 不可以是我 其实我又什么都不会 刚刚那个大学没有读完 就跑去出家 就读书 读一读呢 就说哎 教授师 就变教授师 在佛学院要教 教法师呢 你敢吗 还好我们法师都很有修养 讲的不好 他也不会翻桌 然后他就一直坐在那边 在那边听这样 然后就这样慢慢练 有一天呢 二十几岁 才二十三岁 二十二岁 就就被派去做主持 我要昏倒了 其实是很可怕的 我就跑去跟师傅说 不行啊 我还小 你看我那个baby face 你看现在看起来很年轻 二十几年前 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那个根本就是 很多人说 小师傅啊 你国中毕业了吗 这样子 这太过分了 是不是 好歹我也是大学 是不是 我就很生气 可是没有办法 就是小朋友嘛 小朋友当住持 坐在柜台 人家说 你们住持在哪里啊 小师傅 我就不在 什么事 是这样 然后呢 最好呢 都不要找我 因为我都不知道 要讲什么 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不能够 理解别人的世界 那些人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就去问 我们师傅 我说师傅啊 那我们要怎么做住持 我怎么会 我们师傅说什么 就人来了啊 你就 请他喝茶 我就昏倒了 喝茶就要聊天嘛 我不是说 请他礼佛礼完 赶快走 还要坐下来喝茶 请他喝茶 我到现在 还是想不通 为什么请他喝茶 这样就可以了嘛 后来就知道 原来喝茶 要聊天嘛 要开花夹子 我又不会教话 现在是很教话 上次有一个 是个住持法师 就请我去讲课 我说师傅 你很会讲 他说 教话和会说法 是不一样的 我后来讲 对 也有道理 爱聊天 跟会说法不一样 我是会说法 可是我不会聊天 我真的不知道 要讲什么 好 那不会聊天的人 到现在 我们还是坐下来 还是可以讲 两三个小时 讲不停 我昨天跟 健兽法师讲 一讲话呢 一看 哇十点半了 我两个是来 够狗的啦 就是不知道 都强话讲 但是呢 其实这个事情就是 我们要先透过 先谈嘛 聊 在聊的过程 你才会慢慢慢慢 把心里面的事情 把它讲出来 而且我们在描述的过程 心理治疗里面 有一种叫做叙事治疗 叙事治疗法 那个叙事治疗法 就是你发生的这些事 你描述 你讲给那个心理治疗师 智商师听 你在讲的过程呢 可能你就会重组 你自己的观念 重新再回头 去看那件事情 然后呢 在这个事情当中呢 你在描述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慢慢慢慢的 厘清你自己的思绪 可是其实呢 这是有利有弊的 因为当你情绪 还没过的时候 你还会引发那种痛苦 是不是 还会有那种创伤记忆 所以要到这种 可以云淡风轻的 去谈笑谈过往 他必须 你要有超然的智慧 你才有办法 好好的去讲过去 那些事情 否则你还没过去的时候 你讲你只是越讲越气而已 然后越讲越难过 越讲越伤心 是不是 好 那你必须要有 这种超越的智慧 你才能够云淡风轻 问题就是 现在的学习 就是让我们 拥有这样子的智慧 而且当我们在帮助别人 走出伤痛的时候 他这种时候 累积出来的智慧 是更可观的 这个叫做法眼 因为当你是一个 以一个聆听者 以一个真正愿意 把自己的心给打开 也愿意帮助别人 的那种时候 那个状态 我们讲叫做菩萨 叫做觉有情 就是当你是这样子的 愿意的时候 你的智慧就会出现了 一种智慧叫做道种智 道种智 是不是 一切智就是你 你自己很会观察 但是当我们愿意了解 众生的心 众生的烦恼 那时候的智慧叫做道种智 因为每一个人 就是一个法门 那当我们能够 有这种无量无边的法门 一切智加道种智 叫做一切总智 那个叫做佛 一切总智 那个叫做佛 所以我们在讲 只是我们很多的名词 我们以为 哎呀 这佛教就好多好多的名词 我把名词背起来 不是 其实他就是我们活生生的 在生活当中 你如果跟这个人相处 你可以去看到他的智慧的时候 你已经学到了这一门智慧 你要有一样的智慧 你才会知道他的智慧 你要有一样的慈悲 你才会知道这个人很慈悲 所以当我们感受到 别人的善意的时候 是因为你自己的心 有这个善意 否则你永远没有办法 理解别人的好 你看不到他 因为我们会 会有自我的执着 跟自我的标准 所以其实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当我们能够 每天每天都是 感恩而且真心的感恩 去看到 哎呀我怎么会遇到这个人 这个人怎么 他不是对你好 是他自己本身的人格当中 有一些好的部分 被你发现了 那你就会学到那个智慧 学到那个智慧 而不是说 他哪有什么好 他又对我不好 对你不好 是因为他在跟你互动的时候 他用到了他不好的那一面 可是不表示这个人不好 可是如果他对你不好 你还能够看到他的好 有时候我们就会说 咱俩想的好 对不对 这个人他就是这样 他没有坏心 你为什么会能够讲述他没有坏心 因为你看到的他的好 但是别人会觉得他很坏 他也是因为别人看到他的表现出来的行为 没有看到他的心 是不是 有的人就是故意的啊 那他为什么要故意要去讲那些不好的话 好 因为其实他的内心是很渴望 有些小孩子每天就是捉弄你啊 有没有 他捉弄你的目的是什么 他其实是想要什么 想要你注意他 他要刷存在感啊 有没有 所以你没有看到他的那种 心里面的那个 那个表达的时候 你就会只会看到表象 那这时候你的智慧呢 就不够通透 你就看不到 就会住在那种 人我的一种 是非对错当中 好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菩萨的智慧 在华严经里面呢 每一个菩萨呢 他都会讲 如果众生来到你的面前 他讲的叫做众生 他来跟你要东西 他要这个 要那个 要这个 要那个 菩萨的答案都是好 对不对 都好 你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第一个 是不是表示 他什么都有 有才能够给嘛 是不是 我有的是钱 所以你要多少 金山银山都拿去 有没有 好 结果呢 如果众生要来提升你的程度的时候 他就会来跟你要你给不出来的东西 那个才会真正的知道要不要给嘛 是不是 头目脑谁 头目脑谁 有没有 好 所以在华严经里面 当你要提升境界的时候呢 你就是要什么人来给 你就练习 我什么都先说好 我都都要先说好呢 那但是先说好之后呢 你就会想办法 去满足那个需求 然后满要满足 要想办法的时候 发现 哎 你的确很会想办法 你就会很有办法 是不是这样 好 所以David 你是不是就是这样 很有办法 好 是不是 所以 反正在这个所有的旅程当中呢 你会发生各式各样的疑难战胜 你只能想办法 因为我们已经把大家带出来 快快乐乐的出门要怎样 平平安安的回家 对不对 那这个每一个人 他都会制造一个境界给你 那你就是只是想办法 而不会说 为什么你们那么难搞 那你去骂他 他就是有问题呀 好 所以这个菩萨的一种修炼呢 就是在想办法当中 提升自己的智慧 好 那如果你一开始的态度就是 我没有办法 你找别人 那你就学不到这个法门 是不是 我们要推掉最简单啊 然后我们要在那边放弃 也是最简单 放弃是很容易的 我们在佛法里面呢 最难的一个戒 我们的华严经 去供养的三坛大戒 里面有五场三坛大戒的戒指 这是对我们出家人 应该是这个世界上 这个地球上最难最难最难的戒 叫做三坛大戒 有三种戒 一个叫做沙咪 沙咪尼戒十条 所以各位受五戒不是什么啦 很简单的 那个才五条而已 有什么好怕的 我们这十条都没再怕了 还有后面第二个更多 三百四十八条 三百四十八条哦 你看我们现在也活得很好啊 而且学得 而且你看哦 我们看戒法 这看什么 看护戒的那个量 有没有 为什么法师受了戒之后 哇 身上会发光 因为每一条戒都有他的护戒的神 神灵 所以我们就是受了三百四十八条戒 那个戒呢 只要不犯他就 就很简单 其实戒就是叫我们不要做坏事 然后很维系的坏事 也可以不要做 你可以选择做一个完美的人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弄得那么糟 是不是 只是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戒 哎呀 绑手绑脚 我不喜欢 其实不是 我们受了戒之后才知道 原来戒就是解脱 第二个叫做三残大戒 就是第二条 就是比丘比丘尼戒 然后第三个叫做菩萨戒 就是十重四十八轻 出家在家菩萨都可以受 然后这个世界上最难最难的戒 那我们就去持 然后要完成这个戒呢 为什么这么难 因为要请二十个 二十个 受过这种戒 而且持戒超过二十年 每一个人要超过二十年 所以二十乘以二十等四百年 你要有四百年的戒的资格 有没有 二十个人要乘上他的二十年的岁月 你看我们要出家 要维持到二十年 好不容易我们现在媳妇熬成婆了 我们现在二十几年的 可以当长老了 你看年轻出家好了 你看我们虽然是长老看起来都不老 我还可以做好几十年的长老越来越老 你看要到这样四百年的资历才有办法证明 主持授语授证说这些要出家的人 他们才有办法成为合格的出家人 是这样呢 是不是不容易对不对 可是呢你如果说 我不要当出家人 你要放弃 你不需要任何人证明 你自己跑到佛前 你说我不玩了 脱掉 你就还俗了 还俗好容易 要成为出家人这么难 所以发菩提心 不容易 行菩萨道你可以走走走走到困难重重 你还是要坚持 一关又一关 一关又一关 很多的关 你要一直做做做 要坚持 真的不容易 你要放弃 就像我们 要放弃我们当出家人一样 我可以不玩 是不是 我只要起一个念头 你甚至于不要讲 你跑掉了 你都可以 所以行菩萨道 其实就像修行 就像我们出家一样 你要往前走一步 是很困难的 你要进步很难 但是呢 你要放弃很简单 可是放弃了之后呢 你就看到 所有我们现在还在轮回的人 都是一起放弃的嘛 是不是 那你放弃有比较好吗 放弃没比较好呢 继续跟一群放弃的人 一起在那边互相纠缠 好 那你如果不放弃呢 你就往前看 所有不放弃的典范 都在华严经里面 所以你要过还是不要过 眼前 有一首歌 往前一步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 有没有 挺好的 这一句话挺好的 向前一步是幸福啊 因为同参道有很多 菩萨很多 而且每一个菩萨都不会找你麻烦 是不是 这菩萨行菩萨道呢 在众生的身上呢 已经累积了这么多的慈悲跟智慧 所以跟菩萨在一起 是幸福 你要退后一步呢 跟众生在一起 好 你知道到最后就是孤独 是真的孤独啊 因为到最后三界流浪嘛 独来 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没有一个人能依靠的 因为大家都自身 自身不保了啊 都尼菩萨过江 你要靠谁 是不是 你就靠不住 好 所以呢 其实在这个过程 我们修到这个法眼的时候呢 他的确就是已经我愿意 从我愿意开始 所以我愿意叫做众生无边 是愿度嘛 是不是 这我愿意嘛 好 那你要度众生 就要断他的烦恼啊 是不是 因为每个众生都有烦恼 所以烦恼无边怎样 是愿断啊 好 是愿断 你在断他的烦恼的时候 你自己一定先解决这个烦恼 你才有办法改变 好 要不然你自己都很烦恼 你就是没有办法解决 还会增加别人的烦恼 好 所以我们说 哎呀 我们要出家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 快乐的出家人 有没有 好 是 那 那要快乐啊 要不然你每次看到师父都是 啊 师父也在愁眉苦脸 好 师父 啊你不是已经拜佛了吗 学佛了吗 啊 对啊 好 啊 可是活法好像没什么用 是 那你是 那不是很 这个自打嘴巴吗 好 是不是 所以呢 哎 我们自己呢 在发心的时候呢 烦恼自己就要先解决 先没有烦恼 好 那我们也会有烦恼啊 可是呢 当我们要面对大众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要怎样 先把自己的烦恼先搞定 而且呢 好 像现在我们师父们都当师父了 当大师最容易不会起烦恼 为什么 因为大师就是被逼的不可以起烦恼啊 因为人家在跟你请 请法 就是要解决烦恼 你自己 你有看过哪一个大师愁眉苦脸的吗 是不是 那难道他们都没有烦恼吗 可是为什么他们的烦恼 他都可以跨过去 好 是不是 我们那个心量呢 哎 就是有小有大 我们在当小师父的时候呢 都是呢 就是想要找师父来请述烦恼 要解决我们的烦恼 我们跟着师父 就是想要师父帮我们修行嘛 结果后来发现我们出家之后 师父都没有管我们 他就不要理我们 而且我们出家之后 特别怕我们的师父 出家之前呢 看到师父 老和上来的往前跑 出家之后呢 出家之后就说 哎 老和上在那绕道 不要被师父看到 我们都不敢给师父看丢脸死了 自己在修什么 修到里里里里里里 不知道在做什么 每天都在那边混 所以我们看到师父 黄色的身影 赶快往 有没有什么路 跑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就很害怕 就是不知道要跟师父 怎么面对他 然后就知道 原来是不一样 然后呢 很多时候呢 师父其实遇到了 很多很复杂的事情 很难的问题 可是从来没有看到他做眉头 然后他永远走路就是这样一派悠闲 好像在散步 他怎么可以这样 也没看过他去看忧郁症的 那个医生 奇怪他怎么都不会有压力吗 难道他没有睡不着的时候吗 是不是 所以就看到师父的那个自在 后来就发现 为什么 因为他是大师啊 他是大师 他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心量就会帮助什么 让他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呢 其实都不是问题 因为他的心量够大到 什么问题都没有不是问题 那个就是智慧的一种展现 很神奇的事情 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 局限在我们自己的家庭 在我们的事业 再怎么做 你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夸国的嘛 你再怎么做 就是做不出台湾 再怎么做 做不出这个地球 超过地球 请问这个旅行团的 我们怎么旅行 可不可以去月球啊 有没有月球团 没有啊 是不是 美国发明了一种火箭 说可以到火星啊 是不是 就是那个做一次呢 是一百万美金 西林迪翁有登记啊 他要做对不对 问题是万卫啊 就单程的 有没有 单程的你敢做 那个旅途 你可以做做看哦 单程哦 去的没回来的 因为那边没有加油站啊 火星 火星上面没有加油站啊 还没有发明到那么长途 可以使用的能源啊 是不是 那你离开地球回不来怎么办 你会不会害怕 如果我们跟着这个团是 只去不回的 你敢去跟吗 是不是 所以呢 你看我们再怎么跑 也跑不出这颗球 你看有点惨 有没有 好 可是呢 如果我们进入华颜金 我们跟着华颜金去旅行 那个华颜金的世界 你是随便呢 你知道好 卷8卷9卷10去看 这个世界有多大 你真是超乎你的想象 好 那当我们知道 我们的心里面 有这么多的地方 可以去的时候 你在这一颗球发生的事情 都不是什么天大的事 是不是 枝毛蒜皮 所以在这么 在这个时候 在起烦恼心 就是浪费你的生命 你还何必跟这些事情计较呢 你如果是旅行的时候 在路上发生的这些事 你根本就是觉得 因为是旅行嘛 旅行怎么 这一团就是 下次不要跟你同一团就好了 你就不会那么严重嘛 是不是 你就啊 笑笑就过去了 好 那 你如果呢 把这个人生当中 我们的人生伴侣 当成也是旅途当中的伴侣 你其实有很多事情 不会那么的 就是 这个 这个什么 蜘蛛比较 然后在那边 是冲突到事不两立 没有这些事情 这时候你的心量 看到的事情 就不是 就不是这眼前的 这些小事 是不是 那如果我们自己的心 有这样子的心愿 请问各位 在场的每一个人 你接触到华严经 你一定也有 所以我们读华严经 我们一直发现 这里面呢 每一个菩萨呢 他在说的话 他都说 他是乘着 毗卢浙那如来的愿力 往昔的愿力 再加上自己累劫以来 也有一种愿力 只是我们忘记 好 那我们接触了这个华严经之后 你会开始慢慢发现 好像我是有愿力的 好像 然后你试试看 继续这样子做 做了之后 你就会开始越来越清楚明白 你自己到底是发什么愿来的 我们要对自己的人生有好奇 你在学佛的过程 你才会觉得好玩 如果呢 你学的不是这种心情 你是准备说 啊 这要死啊 我要死啊 不知道要死去堆 来念佛陀 听说有一个念佛华门 你就去慢慢去 因为你是准备 用要快死的心情来念 这个事情就不是快乐的事 你如果是用旅行的事情 哎呀 我在这个途中 你看 明年 后年 怎么样 你看我们讲 上个月有两个奖 对不对 我们七月的时候有两个奖 然后有一个很厉害的 那个算命的 那个神准的 那个 那个听说是地球上最厉害的 他号称 地球上最厉害的 算命的 那个算命仙 你看你认识我 认识建兽法师 就会认识这个人 然后呢 他其实就是 始作俑者 他在去年的时候 他就跟师父聊天 聊一聊呢 他就说师父 你明年会换跑道 我说什么换跑道 他说 就像是 他就举例 他说 就像是你本来是在唱歌 后来就去拍电影 我说我林志玲 没有啦 林志玲不会唱歌 他说就像是 那个刘德华 然后本来唱歌 然后后来就变成去拍电影 有没有 这样不错 是不是 那如果可以像刘德华这样 应该会可以度很多人 而且我又没有家庭的问题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他就这样一讲之后呢 哇 不得了 就真的 今年就真的拍电影了 虽然不是我拍的 可是其实是我压着他拍的 是不是 那我们这个导演也是很好 那是我们的所有的团队里面 人气最旺的 他的运最好 所以呢 我们这个算命的就说 这个导演会得奖 我那时候呢 二月听 我开什么玩笑 这种片还得奖 怎么有可能啊 笑死人 他说师父 你不得奖 那你们明年会很惨 你如果不爆红 你们就一起去坐牢呢 哈哈 不行 那我 那我不要去坐牢 我要去得奖 我要去爆红 对不对 所以他就 哎好 那今天 七月真的就开始得奖 吓死人了 他说八月九月会更多 我们是不是 不小心压队宝了 有没有 是不是 谁第一次处女座 然后就得那么多奖 吓死人了 是不是太神奇了 那我们只要拍这一部就好了 以后就不要拍 免得以后没有得奖怎么办 是不是要趁现在打铁趁热啊 然后现在 真的吗 八月九月 然后我去看 我们八月九月有五个奖在等着 要公布嘛 是不是 那你要不要认真一点念 最近要加班啊 知道吗 所以那我就在等啊 说真的吗 真的 真的会吗 我就很好奇 我对这个事情很好奇 我没有相信算命的 但是我也好奇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那样吗 我也很好奇 不管谁说我以前是什么 现在是什么 以后会是什么 我只是好奇 那我就等着它发生 是不是 那以前呢 他就跟我讲说 师傅你会飘很远很远 哇飘到很远 那个红发红到很远 结果那一天呢 就接到那个美国亚特兰大 邀请我去演讲那一次啊 我吓一跳 我说真的还假的 还打电话来 可是那么远 我不要去 他说师傅你这个不去 你会去非洲 我说好 那我 我就去亚特兰大 坐飞机 还好那个黄树林跟我去 要不然我的屁股 我的那个腰 很远耶 20个小时 我又昏倒了 真的是 可是如果跟非洲比起来 我还是去亚特兰大好了 是不是 那既然这么好玩 这是很好玩啊 所以大家可以好奇一下自己的人生 会飘到哪里去 会旅行到哪里去 这是旅行最有趣的地方 现在这个时代呢 年轻人他不要找旅行团的 他要自己自助旅行 对不对 而且呢 有一些年轻人很神奇 他是到当地才开始Google 说要去哪里玩 没有行程的 只乱安排一通 他们觉得这个就是好玩 他会遇到谁 他会做什么 就是没有章法 可是我们呢 还是在有计划当中的 慢慢按部就班的去 去发生惊奇 这个就会更有 更有品质 所以修行这件事情呢 他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 但是要从我愿意开始 那当我愿意的时候 所有的烦恼都变成不是烦恼 因为烦恼就是要解决他 烦恼无尽就是做什么 就是要断嘛 那断怎么办 学啊 法门无量事愿学啊 有没有 所以学到一个方法 你用的有效 嗯这个方法不错 可以推荐给别人用 你这个方法不好 那就换一个方法 很多方法 佛陀有八万四千种方法 你看 那个方法真的是 因为我们深入精障的之后 发现佛陀实在很好玩哦 因为我刚刚去认言 去讲完一个月的认言经 我在这里面呢 我就一直每次讲认言经 我都觉得佛陀实在是 就是很调皮 他的那个弟子里面 最聪明的就是阿难 最聪明 可是呢 他在跟阿难讲这一部经的时候呢 他都挖很多坑给那个聪明的挑下去 有没有 挖了一个洞 然后阿难不知道有洞 他就掉下去 然后说 哎 他怎么掉下来了 佛陀你要不要救我 其实那个洞是他挖的 有没有 认言经里面呢 一开始呢 遇到了那个摩登前女 阿难遇到摩登前女之后 救命哦 救命哦 其实后来才发现 原来摩登前女是佛陀派去的 我相信佛陀派去的 要不然为什么 摩登前女最后 回来听法 听到一半就挣到阿罗汉 所以他本来就是阿罗汉的底 跑去那边卧底嘛 他要先把 先把阿难给拐回来 然后装什么 装我也要回来 然后我要来听课 有没有 所以各位摩登前女 你们都是去卧底的 有没有 是我们有一个居士呢 去法谷山受菩萨界 他的法名叫掩护 我说哇 这么好的法名 那你卧底的在哪里 是不是 有一个掩护 就要掩护一个卧底的 是不是 那我们都是被派去卧底的 在各行各业当中 那佛陀这么厉害 他把这一个 整个所有的姻缘呢 都安排得好好的 我们只要负责什么 我们只要负责跟佛陀说 我愿意 我签约 我签了约之后 佛陀会帮你安排 你要相信这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佛弟子 皈依了嘛 皈依了之后 佛就会安排我们啊 我们有什么好怕的 就像一个好领队 你只要抱对团 你就到这个团 你就其他都放空了啦 你就享受领队 对你的服务嘛 对不对 所以有什么事情 就领队去处理了啦 那我们只要怎样 保持愉快 然后保持学习的心 法门无量试院学 多学一个法门 我就多会一种功夫 十八般五义都会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 我真的是多才多义呢 是不是 这什么都会 好那 要不然呢 每次呢 师父说 走我们去做什么 他说师父 我只有两件事情不会 就是这个也不会 那个也不会 啊谁要 谁敢用你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成为 佛教需要我 我需要佛教 那你要得要怎样 佛教需要我 我要什么都会啊 好 我要什么都会 然后呢 即使你不会 你也要先说会 然后再去想办法 一定有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然后办法是学来的 所以佛法就是叫我们找很多方法 法门 什么法 法门都有 好 每一个人得度的因缘不一样 不一定是在什么时候会度到谁 但是每一次一定有人得度 这个是这几年哦 我们开始推华严金之后 开始发现 哎呦怎么那么神奇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的 就很奇怪的事情 好那 我去美国啊 去上课 去西大大学上课 要跟我录影的那个 那个 那个人哦 临时呢 就有事情就不能来 本来约好的 所以呢 他就只好一个什么 一个朋友 就代替他 那个在美国LA在读 电影系在读 电影研究所 他是导演组 他一个拍 他来了 录了之后 我说 哎呀 我就跟他聊天 他后来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得奖 就是他去帮我们报名 他说师傅你知道吗 有一个网站 我们那个导演的网站 就是有一些影片的网站 他有两百多个 都可以参加 两百多种不同的电影节 都可以参加 然后我说 哇真的吗 那怎么做 他就请他帮我们报名 我们就报了二十几个 你看二十几个里面就是 随便蒙也有嘛 对不对 是不是 然后他就说 里面呢 有的 都很冷门 那个得奖的 那一场电影 只有一个人去看 就是导演本人 然后他一个人得五个奖 他有什么最佳灯光 最佳演员 最佳特效 最佳 最佳什么编剧 最佳导演 都是他 一个人读得五个大奖 其实那一场只有他参加 这样挺好的 我说 可不可以帮我们报那一种 那时候还没得奖 我们就 很想要报 随便报 只要有得奖就好 反正我们那个中国 台湾人很多都看不懂英文 只要看很多英文 就觉得很厉害 刚开始是这样 结果呢 他就去帮我们挑 他说师傅还是要一点水平 他就帮我们挑一些 他真的不错 是不是 那你看他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子 因为他是来替补的 他来帮忙 是救援部队来帮忙录影的 如果原来那个人来录 他不会帮我们 就是他刚好是学导演的 结果他一听到我在拍 我们在拍这个片 他就很有兴趣 因为他的小学在西安 就是那个小学就是一个庙 所以他从小呢 就在庙里面读小学 然后就对佛教很有好感 你看 我们要让他来为我们佛教发心 还要追溯他的小学呢 是不是他在读小学的时候 他怎么知道以后他会帮大忙 是不是 所以我们是不是 我们自己回头看 每一个阶段的一个因缘 都是在学习 学习都是有一个未来要做的 不知道什么事情在等着我们 如果你这样子去想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你一定要赶快变成一个非常有用的人 所以读华言经之后 佛陀他就教我们 你要赶快发心 我要素成一切志 有没有 我们这个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大悲叉 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素知一切法 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素度一切众 都是素啊 素度最快的 就是要成佛 你成佛了之后 你度众生一定是效果最好 所以要素知一切法 让我们的智慧快速的解脱 快速的得到 快速的圆满 那什么经最快 华言经最快 因为他就直接叫我们直接跳极 你不要从什么 慢慢什么身闻圆绝 就没有这件事情 没有建修班 只有直接顿操就是佛 现在像树林就是这样 他还来听华言经 我说 我们华言经都讲到这个份上的 没有受菩萨界 真的对不起念华言经这件事情 然后他说师父真的吗 那我来报名好了 是不是这样 然后他就拿了一个报名表 说师父 请问那个皈依 我连法名都没有了 你看 没皈依就直接去受菩萨界 你会不会厉害 但是更厉害的是 我们的发起人 那个传承师父 他都不知道出家人 要做早课就出家了 你知道吗 他出家隔天早上 被人家叫起来 他说做什么 那么早起来 四点干什么 做早课 虾米 都要这么早 他说要做几次 一辈子 哈 可是已经出家了 来不及了 不能反悔 这个是更厉害 所以有这种师父呢 他才会带我们什么百万华言 那在讲梦嘎吧 是不是 他就在以前我们没有林立华 我们也没有张茂南 也没有所有的传产 没有这些居士 也没有这些大家发心的时候 他就敢说一百万 百万华言 是不是 要供养一百万 哦 昏倒 我们连一百万都没有的时候 发一百万套华言经的供养 一百万乘以一千 多少钱 怕死人 现在发现 发太小的愿 那有狗啦 我们全地球有多少人 是不是 七十亿 然后我们七十亿 如果每个人一套呢 每个人人手一套呢 那你可以这样吗 你可以只发一百万套吗 这太少了 所以他那时候呢 就说 这个其实是华言经里面最低门槛 最低门槛呢 就是你要百万嘛 百万层级是什么 百万层级是道立天 道立天呢 要请佛陀去说法 用百万嘛 用百万的东西来准备供养嘛 好 所以我们呢 至少有一个最低门槛 我们还可以到道立天去参加法会 好 再上去的时候就已经以义起算了 我们就没了 至少我们还可以敢去发这个愿 这个就是菩萨教我们 用最快的方式提升我们的心量 你先发嘛 四红四愿就先发 发了再说啊 反正发了呢 我们没完成 谁要帮我们完成 你就落后合作啊 佛陀你教我的啊 我不会哦 接下来就是 接下来就是你要帮我安排 让我会啊 让我们会 要这样子啊 是不是 我们这样子的发心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哦 不会再浪费时间了 你要做过精彩的人生 然后这个精彩又有意义 而不是高潮迭起 然后骆驼潦倒不是 就是往富贵华盐去走 这样子 好 所以这是华盐经给我们的一个重点 好 重点 所以从什么 我们现在复习一下 从一开始一切违心造 然后心有多大 世界就有多大 对不对 好 所以华盐经是让我们最快速的 开拓我们的世界 你看我们818的台北厂 才开放两天 就给人家爆满 这个就是什么问题 谁的问题 就David的问题 因为他呢 当初呢 没有准备请这么多人来看小气鬼 好 小气巴拉才400人 好 400人应该够了 我觉得够意思的 真不够意思 有没有 是不是 所以 哎呀 那但是呢 我们高雄 对我们高雄呢 是1200人 我们就有一点 其实有一点担心 有一点担心说 哎呀 那个没有人怎么办 有点担心 结果呢 是从第一场大爆满之后 你就会发现台北那个真的是不行 你太小看台北人的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们这一班我们都不敢发动 你们都趁我在大陆没办法发动的时候 是不是 然后像我们那个朱壁朱呢 他这是反应慢三拍的 等到他要报名 怎么截止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朱壁朱他家里面那么多人都要去 然后树林最聪明 因为他是联络者 所以他自己先给人家站着 好 站位置 他是联络人 他自己就先站位置 所以你又发现真的太太不够了 对不对 好 那不够怎么办 那不够没有关系啊 我们就是想办法 什么想办法再去创造新的因缘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受限于我们自己 我不要做那么多 我做那么多再做下去没完没了 那我怎么办就做到没力气为止 你要相信力量会源源不绝 人的愿力你发出去了之后 其他呢就佛菩萨安排 真的我们就是随缘 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是可以的 我们这小兵力大功 是不是我们真的是小师傅啊 真的什么都不会 就是很需要被大家帮忙 大家都愿意帮忙 其实不是冲着师傅 也不是冲着坚寿师 也不是冲着我 其实是你们自己冲着自己过去发的愿 是你们跟佛陀的约定 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只是因为我们也跟佛陀约定好 所以呢 没有办法 我们既然已经活在这个时代 我们就一起发心发愿来做这件事情 来看看自己到底能做多少 是 好 所以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 那个休息时间呢 互相认识一下 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如果自己在深山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 如果我们自己在深山 高高山鼎立 那要来求法的人 他是有一些障碍的 是不是 虽然呢 很多人心里面很喜欢 如果假日的时候 可以到山里面去清修 好 那 那当然就是 这个这种机会是很难得 但是也造成很多人学法的门槛跟障碍 那如果有菩萨呢 他愿意怎样 叫做回入娑婆 从山上下山 好 到下山 那直接呢 把这个佛法呢 送到你的家 红尘俗世当中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 可以让更多的人 可以普遍的学习 那菩萨行呢 其实就是在这个 自修跟利他 这中间呢 要取得一个平衡 因为对我们法师来讲 那个 当然就是要舍离世俗 就是不玩了嘛 他要躲到深山里面 清灯木雨 古佛 伴一生 这是我们心当中的一种向往 就是叫做清静的生活 然后要到 要让我们愿意回到俗世 又不是还俗 还俗跟反俗不一样嘛 对不对 我们要用这样子的向 出现在这个世间 好 那必须要什么 必须要有愿力 要有慈悲 还有一种使命感 好 那这个使命感是什么 就是因为佛法呢 如果在这个时代啊 好 那没有让更多的人 有机会接触的话 那佛法到最后再怎么好 还是数字高阁 就是被数字高阁 所以我们其实是想要成为一个佛陀的一个使者 这个使者呢 其实我们并没有真的自己的真才实学 我们能说的就是推荐 好 我们要学就是要学原汁原味的 学佛陀的教法 学佛陀的智慧 好 那代代相传的智慧呢 其实都不是个人的智慧 都是传承佛陀的智慧 所以我们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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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法师 我们的师父这样子教我们 我们也这样子来如实的传播下去 这个就是这个时代呢 我们能够发心做的 好 那华严经这件事情呢 其实最早的源起 是我们的那个传承法师 他到了西安 他去西安 他硬邀去参加一个论坛 然后那个论坛的人呢 他想要拍西安市主庭嘛 就是有很多主庭都在那个地方 然后他那个论坛呢 是对这个揪摩罗什很有兴趣 他想要拍揪摩罗什大师的连续剧 那结果呢 他要找主角的时候 看到我们的传承师父 他说非常的有兴趣 可是传承师父对于成为一个演员 这件事情没有兴趣 他说我是法师 我还是去演 他说师父你那个皮肤那么白 然后呢 很适合 没有用 他就一直 一直 一直说服 然后呢 变成最后呢 没有办法 他说请师父呢 来指导那个剧本 然后 传承师父也把他推 推得一干二净 反正呢 他就是什么都推的 因为出家人 就不想参与这些事情 那结果呢 就在那个时候呢 他就被局势带去的很多主庭 然后直到有一个主庭 就是最凄凉 就是在土坡上面 只剩下两个塔 好那两个塔 那那两个塔呢 华盐中的主庭 初祖杜顺和尚 跟四祖清凉 城关国师 这两个塔 就剩下两个塔 现在盖起来的 就又不一样 当时只有土坡 斜坡 然后上面就两个塔 很沧桑的 很凄凉 他看到了之后 他说 哎呀 这个华盐经 曾经在唐朝 是最殊胜 最鼎胜的 就帝王之血 皇帝都在读 武则天读了华盐经 讲无上生生为妙法 就这个开经济 到现在还是传唱不绝 那这么的兴盛 几乎所有的高官 都是 都有人手一本 甚至于有很多人 是写经的 然后呢 甚至于这个孙思淼 当时是非常有厉害的 一个名师 医圣 他呢 还写了 一生写了876部 写哦 因为他活很久嘛 听说活了150岁以上 所以你看 要活得久 才可以写得多 读得久 然后呢 他就到处在推广 这个华盐经 当时是这么兴盛 现在到现在 有几个人在读 没有几个人在读 最多就是 在道场里面 有办法会 但是办法会呢 我们在这期间呢 遇到了一个师傅 是那个厦门的一个师傅 那那个师傅呢 他帮我们做推广 就是把 把这个华盐经 从平常的 这个人跟人之间的推广 就是一个道场 一个道场跑 最后把它变成网路化 在那个里面 有讲到这一段 网路之后呢 网路申请就非常快 然后后来呢 就是因为有很多法师 他想要汉语拼音版 那他呢 就是可以帮忙做 汉语拼音的教刊 他也没有办法 承担这么重要的一个工作 因为他认为 华盐经有人读吗 现在很少人读啊 所以需求量 有需要到这样吗 好 所以他特地来台湾 来考察 说我们是怎么推动的 结果呢 他就参加了 我们前年的华盐法会 那早上呢 他就早上九点 就这个我们是九点半开始 他就九点 就去坐在那边 他一看 哦 那等一下不知道谁会来 他就先在那边读 读一读 勤鼓了 一回头看 怎么全部都是人 怎么满满的 这些人真的都在读吗 所以那时候 丽华还没有 好像还没有一百步 就是你那一次 没有来 那一次没有来 然后呢 他就看到 真的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读 他说 我在厦门 我们的道场呢 是在法会前好多义工 上百个 法会一勤鼓 全部跑光 因为做什么 诵经就是谁的事 法师的事 居士呢 我去洗菜 我去做什么 因为都看不懂字嘛 然后也觉得跟不上 所以就跑光 然后就剩下里面 就几个法师在那边念经这样 这个是他在中国内地 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 因为没有课本 所以很多居士呢 就是里面的法师念 外面就只能在那外面听 我们在中国做早课的时候 那个早课晚课 中午的那个课 都是大雄宝殿都是关着的 游客都不可以进来随喜的 也不可以参加的 就是人都在里面送经 你只能在外面参观 那你看他没有看过 一个法会是可以 居士都参加 然后居士每个人就一本书 然后就在那边念经 而且还是很认真念 还跟得上的 没有东张西望的 然后他就在那一次呢 被大家学法的那种 气氛跟精神感动 他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发心说 既然有这个需求 真的有人因为这一部经在用功 他就把他发心 做最后的一个把关 因为他是中文系的 而且他把那个古汉语的那些老师呢 全部都请出来 帮我们做校对 那这件事情做完了之后呢 就开始 我们就这个华言经的推广 有汉语拼音版了之后 开始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 因为这个整个市场突然一下子变 变大 什么人只要读汉语的 因为只有台湾跟香港在读 alkalina 是不是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 所有华语的世界都是读汉语拼音版 所以他们全部 这个需求量突然从 一万两万三万 突然一下跳到十几万 我们去年印了十万套 所以非常非常吓死人 所以如果以一百万套的这种愿力来讲 一年一万套 请问要印几年 一百年 我们有一辈子慢慢印 印不完就下一代 所以没有关系 不着急 如果一年十万 是不是十年 要不要着急 好像要着急的一点 紧张可是没有那么压力 但是如果以第一年一万 第二年一万 第三年一万 第四年变成十万 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讯息 那个讯息是什么 就是慢慢他不是这样成长的 他是等比急速的成长 所以我们华言经里面 譬如真纳佛唯一出来讲的一段 是不是就在讲不可说不可说 不可说不可说 不可数不可数 不可说不可说 那个叫做平方数 是不是 二乘以二 乘以二乘以二乘以二 他就不是这样子来增长 不是一加一了 是乘的 而且是等比的这种倍数 那这样表示 我们一定要用一些特殊的方法 用更能够让大众容易接受的方法 他才会推广的 能够迅速 好迅速 那当大家呢 很迅速的进入了这个滑葬世界的之后 一个人的成长 他也会开始迅速 你就不能慢慢修了啦 甚至于不可以很消极的说我下辈子 那个讲下辈子的我都要打他屁股 是不是 下辈子的事情你怎么能预期 你下辈子遇得到我这么好的师父吗 是不是 我们是什么 发运 我们有一次呢 在上课的时候我就说 如果有下辈子你要去哪个世界 然后我们一个呢 就问是不是 有人说我要去极乐世界 我要去什么世界 我要去什么世界 突然有一个人说 师父你要去哪个世界 我说我就是要问大家去哪里 我不要去那里 被发现 就是要我要先调查清楚 你们要去那里 好好好 那我要选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是这样 他说 哎呀怎么会这样子 我说是啊 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就是怎样 近似妻生一样的 大家接近师父了之后 我们也心里面也是心智肚明 谁用功谁不用功嘛 谁护持谁不护持谁不知道 是不是 那你的你的心有多少 我们是 我们比各位更了解的 是不是 所以更了解说 各位的护法的心 那为什么会为大家着急 因为你付出多少 就是有因果 你有多少的付出 你一定会有多少的收获 可是你怎么这么傻 这么不知道珍惜 是这样 是不是 有这么好的佛法 结果我们没有珍惜的时候 其实你会错失 很多 甚至于你连错失什么 你都不知道 连错失什么都不知道 我以前在那个 那个桃园的金社 我在那边待三年 然后待三年了 要走的时候 他说 就有人哭哭啼啼 说师父你为什么要走了 哎呀 这样子 我以后都见不到你 我说 我在的时候 你也很少来见我 其实我心里面就知道 你本来就没有很珍惜 你就想师父 反正师父每天都在 所以为什么佛陀要视线捏盘 因为佛陀是无量受无量光 就是应该是不会死的 可是为什么佛陀要视线捏盘 他不是因为说 这里没戏唱了 我不想玩了 再见 不是这样子 他是因为他知道众生 如果他知道你永远都在 他就是永远不会来找你 我明天要走的 他今天一定会来见你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所以呢 为摩羯 居士 为什么要视线 在那边生病 这时候所有的人都来了 有没有 所以来做什么 见什么 最后怎样 一面 有没有 所以来见最后一面 可是呢 这个不是啊 因为你要意识到 无常你才会珍惜你自己 可是我们不要等到 无常才来学佛 你会太慢了 佛法呢 要在什么 在最好的时候 你的人生最好的时候 你来学 你就会觉得 哎呀原来 不只是最好 还可以更好 还可以更好 所以为什么佛陀 他要19岁出家 30岁成道 11年就可以成道 为什么 因为他把人生最好的 那个时间 头脑是最好的 身体健康状况是最好 然后呢 他的整个心里面的 那种纯净度 你看他50岁 已经累积多少坏习惯了 你要受个戒斗很困难 有没有 要先忏悔呢 是不是 我们呢 20岁出家 没什么好忏的 因为没什么 造什么业 是不是 还来不及造业啊 所以还来不及造业 然后出家 出家 然后呢 接下来用这个清净的心 然后就一路这样修 所以为什么佛陀 可以这么短的时间乘道 那我们呢 如果能够一开始 就先学到这个 那就不得了了 后面的事情 就是全部都叫做称心如意 可是我们问题是 其实有很多人 在这个障碍当中呢 我就觉得很可惜 好 那 那怎么样让大家 最快的 在现在已经这个时候 然后还能够最快的 提升到自己的心里面的 那个纯度呢 那就是从 读最厉害的经开始 然后最厉害的教法 最殊胜的 最圆满的教法 所以在受菩萨戒的 这个戒经里面呢 就讲 一切百官受位时 一切王子国王受位时 意思就是什么 国王王子百官 各位 你就是家里面的国王啊 你就是势能工商 你在各个 就是要进入社会的 那个概念 那个时候 应当先受菩萨戒 菩萨戒受戒的时机 不是等到 有的人说什么 有人说师父 我现在还需要造业 所以我还不能受戒 我说那你什么时候受戒 快死的时候吗 说是 因为我明天要死的 今天呢 赶快来受戒 因为明天没有 不会造业 就会一直持戒 持得很好 是不是这样 有的人是这样啊 就是说 我现在还不行 我要等晚一点 因为这个就是傻的 就是被什么 被误导了 菩萨戒经里面 我们就是没有读戒啊 所以我后来就想 不能等到受戒之后 才读戒 因为菩萨戒 这件事情要越早知道越好 所以我就会在 这个菩萨戒的 这个戒文里面呢 去找到底什么时候 受戒是最好 佛陀就讲 一切百官受位时 这个什么 要登基 要进入社会的时候 先受菩萨戒 为什么 因为当你用菩萨的心 来做世间的事业 你所有的事业都是功德 你做的事情都是功德 当你造了一辈子的业 因为你不知道 你会难免嘛 在这个社会的气氛当中 其实你很难不造业 很不容易的 甚至于你是间接的杀手 那等到50岁60岁 我已经退休了 然后才来受菩萨戒 你要去哪里行菩萨道 你先忏悔你过去的无知嘛 是不是 所以先变成 你要用弥补的心去修行 弥补的心修行 跟直接从清静出发 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佛陀 他重视的叫做华言经 华言经是佛陀来到 娑博世界讲的第一部经 他都不知道这里的人 到底能不能够行菩萨道 他直接就讲 反正就是 就是修华言经 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 就直接读华言经 所以听到的人 都是华言菩萨 是不是这样 没有其他选择啊 你就 佛陀你的叫法是什么 他直接就跟你开口 讲华言经 其实后面都不用讲了 你如果前面都懂的话呢 你全部通通就直接 就进入佛的法界 这个是最直接的叫法 所以佛陀的本怀 是华言经 好 那有人说 那其他经就白讲 不是 其他经就是慢慢诱拐 因为有的人真的是跟不上 那个程度真的是不行 那程度不行怎么办 好 那就后面就开始讲阿涵 然后讲那个楞严 维摩结经 方等经 然后再来讲般若 然后最后呢 讲法华 有没有 但是法华 其实就是华言 所以我们有一个居士很可爱 他每次要讲华言经 都讲成法华经 他说师父 我要注印法华经 我说我们没有再印法华经 他说啊 华言经 每次都讲相反这样 但是其实这两部经是同一样 只是一个是在 你的人生最后告诉你 你是可以成佛的 一个是在你都还搞不清楚 人生是什么 就说你是佛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个家庭里面呢 最好度的是谁 其实最好度的是那个 那个法制有没有 那个在那边 阿嬷阿嬷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还不知道要反抗 他对这个世界 还不知道人 人的世界里面 有这么多的黑暗 对不对 所以他就是心是最纯净的 他对所有的人 他的眼睛看到大家都是什么 都叫做平等 都是人 对不对 是不是是平等性 我们看到人是什么 先看 不知道开什么车来 然后呢 手上有没有手表 是不是 穿什么 名牌吗 那个什么 Playboy的 那个 Prada的 就是在那边名牌 你就是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眼镜 在那边看 长得好的 长得不好的 这看起来是老板 那个不是老板 大小眼很严重 我们全部都是狗眼看人低的 这眼镜都是又戴上了这个肉眼 然后乱看一通 那我们什么时候才会真的用佛的角度 佛的角度是什么 叫 视法平等 无有高下 吉明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们刚刚学佛跟很久 学佛很久的人的差别是什么 刚刚学佛的人分别性很重 他要供养就是供养助持 是不是 是不是 他就要看高不看低 看小不看 看大不看小 这个就是刚学佛 没学佛的呢 他是连法师都不会公斤 那就没学佛 你不要跟他计较 因为他就没学佛 然后呢 如果你学佛学很久 你会发现 那个心越来越平等 对什么人都不会 不会大小眼 不会分别心 好 所以修修又修到最后呢 他就跟平常人一样 就看你都分不出来 所以以前有很多 我们老上很厉害 很厉害 那个很早期的那个 跟他是邻居的那个 的那个 后来就是人家来认清 说 哎呀 那个原来 我们不知道这个老上这么厉害 以前还去偷他的菜 怎么办 就想说 有一个老欧啊的 就在那边 自己在那边种菜 然后看到他的菜 有时候还去偷他的菜 这样会不会怎么办 我们后来才知道 他是那么厉害的师父 我们都不知道 这样 你看 这有眼不是太上 可是你看 真正修行人 他就是跟庄家汉 长一样 那他穿上主法之后 他就做主法 可是他放一下主法的位置 他什么都没有 他就是很平常 那这种平常 其实就是我们的内心当中 对所有的事情 都是很平等的 那这个平等的世界 是佛的世界 佛的世界 是我们自己心里面 最真实 最美好的那个状态 所以当我们能够找到 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佛陀讲 这叫做出发心 这出发心 那我们讲禅宗呢 其实要找什么 本来面目 也是要找那个出发心 你起第一个念头 你看到每一个人的 第一个念头 还没有分别的时候 他就是叫做出发心 后面呢 我们会再开始分 他是男的 他是女的 他是我喜欢的 他是我不喜欢的 他长得很顺眼 他说话很好听 这个是后面的分别念 后面的分别念 就有差别像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就讲到 圆容无碍的法界 其实就是没有差别 每一个人只是用 他自己的差别像 在行菩萨道 所以又从 义中又回到了同 义中回到了同 所以其实在这个 华言法界里面 他就是圆满的 是圆满的 那我们只是在读的时候呢 可能你不太能够理解 这个境界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 想要让自己快速的成长 你就直接学 华言经是最快 然后这个华言经的 教法里面呢 他就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佛陀直接跟你开示 那佛陀直接跟你开示 是用什么方法 就诵读啊 好 诵读 你在诵读的时候呢 你不要去理解他 我们现在出现 这个知识分子 最麻烦的就是 很想要了解他 你那个智商是多少 你想要了解佛的智商的事情 你怎么了解 是不是 你就不要了解他 你又直接呢 用替换的 把佛陀的法 直接把你的 那个染污的法取代 取代的方式叫做 受 持 读 诵 有没有 受就是接受 持就是心里面放着佛经 那当我们发了愿说 我要发心要念一百遍的时候 你的心里已经开始 在实践这件事情 你念的每一卷经 都是一百部里面的其中一卷 你听得懂这意思吗 你没有发愿 你念的就是一卷经的功德 你发了愿就是一百部的功德 每一卷都是一百部的功德 那你一样在念一卷 一样花一个小时 你要用什么 当然是用愿力去念啊 是不是 这样子才有 比较有效嘛 你要会算啊 不是都生意人吧 数学不好 也不能不会做生意啊 是不是 所以一本万利 就是用愿力去送这一卷经 是不是 那我送了一 我要送一万一百部 一百部里面 就像芬奇副馆啊 我发愿一百万套 我们现在所捐的 所供养的每一套 都是一百万之 其中的一部分呢 所以你叫做百万华言菩萨呢 你在这里面 只要占了一点点的位置 你就占尽便宜呢 其实你才出几本 才出多少钱 没有对不对 是不是那么一点点 但是那一点点 其实它就是百万的概念 所以这就是愿力 所以我们真正发了愿之后 其实我们能做的是很少的 可是这个就是带着愿力 里面 你看众生无边试愿度 我们到现在是度几个 是不是没有半个 老实讲没有半个 因为众生无边试愿度 是要度到什么 度到那个人成佛 目前还没有嘛 可是他还是不会 抹杀你的愿力的功德哦 所以这发愿是这样子 所以同样的我发愿我要 我要尽其 尽行受尽未来记 我要受 受持读诵一百遍 然后其实呢 它就是一种 跟佛陀的承诺 我要成佛 是不是 一百遍呢 你念完了呢 你就会像林丽华这样子 一百遍没什么 现在已经两百多遍了 你看 你一百步完成要多久 你一百步完成多久 四年 三年半对不对 三年 对三年 然后呢 这两百步的时候完成 两百步的时候完成多久 一年就念完了对不对 你看 前面三年是念一百步 第四年 一年念一百步 第五年 一年会念几步 你了解吗 那个是很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前面很辛苦 后面会越念越 越多 越越顺 然后呢 越念越神奇的是 你的心里面呢 可能这一句再念 下一句就跑出来了 因为你已经熟到 就像念心经 有没有 念大悲咒 有没有 你就嘴巴自己会 这样有没有 真的很奇怪啊 是不是 持咒持到最后呢 你一个念头里面 有一万巨咒 一万巨咒 浓缩在一个念头里面 那个就是三昧的世界 好 所以当我们自己 在修修修修到最后 你会发现 你的心很奇妙 自己跟佛陀接轨 跟佛陀接轨 所以你不要用你的那个 智商不太好 我们其实跟佛陀比 比较比起来 我们就叫智障 老实讲 我们不要去笑人家 那个智能障碍 我们跟佛比起来 我们就是超级智障 是不是 好 所以我们讲智慧型手机 其实我们都不会用 我们都是智障型手机 动不动就把它摔坏 这样有没有 好 是不是 那都不会用那个功能 可是你看那个小孩子 三岁 他就在那边手机 什么东西他都找得到 我们什么东西都找不到 到底是要按哪里啊 是不是 是不是 奇怪怎么都找不到 因为我们不知道 那个功能 但是呢 如果我们今天呢 在佛法里面 直接把佛的心 把它取代成 把它把它取代 其实也不叫取代 因为我们本来就有 我们本来就有 所以如果你本来没有的话 佛陀不会说 我们本来是佛 他不会说这个 然后他也不会这么肯定说 众生一定成佛 因为是我们本来就有 我们被自己蒙蔽住了 所以我们读经呢 其实他就是在做什么 在我常常讲说 其实他就是在 把我们那个很厚的那一层无明壳 给它撬开 把它撬开 我前几天去去治牙齿 那个牙齿 因为以前做过根管治疗 所以他的新的跟旧的 原来的那个什么 就是什么 什么骨头啦 粘在一起 所以我看呢 那个牙医师 其实我们很怕牙医师 因为他那个工具越来越大支 因为这样撬不开 然后他就拿一支 拿一支更大的钳子 然后就在那边转转转 就再换一支 然后他讲了一个 电钻 然后就是又来 然后之后呢 那个钳子又来了 然后在那边 做到最后呢 他都站起来了 准备要用蛮力 我就想说 然后呢 他就蛮头大汗 因为他是院长 听说医术是最高明的 然后他就说 他又不好意思说 师傅你的牙齿 他就 真顽强 我不知道他在讲我 还是讲那个 那个牙齿 你看 那个 这个事情呢 那么费劲 他都好不容易 因为他黏住了 好不容易把它撬开了 费了一个小时 终于把它 把它挖开了 挖开之后呢 就发现 里面哦 就是那个发炎啊 发错啊 发烂啊 很多东西 可是呢 接下来 这是不是好事 是不是 挖开了之后 才可以这样 清 清清清清清 清完了之后 再深一点 就是健康的组织 健康的肉 健康的 他把烂的 把它剥掉 然后我们就会再怎样 重新再长 重生嘛 是不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身体的机制 也会这样子 你只要把那些感染源 把那个细菌 把它拿掉 所以我们学佛 为什么诵经 刚开始第一步最难 因为第一步 那个时候 你的那个 就是黏得很紧 就像那个排油烟机 已经 这个几年都没有清 你去清清看 我们一般人 一看 换一台好了 是不是 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它很难 所以呢 那个黏住了 然后它又很难清 所以我们诵经呢 刚开始送 其实是要拖了老命 拖了老命 送到呢 头昏脑脑 有没有 送到呢 心里面很不准 送到这个 心里面一直对抗 永远都没有 没有办法 没有那个耗耀之心 然后就卡在那个地方 通常第一卷就停了 第一卷就可以释出 你会不会继续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是刚开始是很辛苦 可是当你撬开之后呢 后面就不得了 因为你已经看到 你自己本有的那个 亲近的自信 然后佛陀只是 借由这一部经 这一部经 这个工具 把我们的那个 最好的跟佛 一样的那个内在 把它给引发出来 让你看到你自己 所以其实我们是要见证 我们自己成佛这件事情 而不是你念了这个经 可以回向给佛 佛陀需要你回向吗 所以我们比较需要 佛陀回向吧 是不是 所以呢 佛陀已经无量光 无量寿了 所以他不需要我们再去 对他有什么样子的供养 然后呢 我说 佛陀你看我今天 我念了那么多经 我回报给佛陀 佛陀你看 你看我念的多好 我们那个小师父 就会这样啊 八岁来的时候呢 他说 我要拜万佛 我说好啊 那你拜啊 他说 师父我要拜万佛哦 我说哦好啊 那就拜啊 是万佛哦 我说那是怎样 很了不起耶 所以他就开始拜哦 他怎样拜 做模做样 因为我们每天都是学员 很多人嘛 他就故意在人家一定经过的地方 那个位置 在那边搭衣 然后呢 有一次啊 我就上课上到一半 大家在讨论 我就下来 一看他们在那边混 为什么 原来他都是 为什么我们以前 每一次看到他都在拜佛 原来他就是 每一次就看我们什么时候出来 然后就开始拜 你知道 所以你看 他要什么 他要就是 向李立华一下来 哇 小师父 哇 好棒 好棒 他就为了那个 好棒 好棒 所以呢 他每次看到 那个眼睛 看到有人 那个脚下来的 马上 赶紧在那边 能理所理性空极 装模作样组的 但是呢 这个小师父很贼啊 他太聪明了啊 所以我们对他的印象就是 哇 这小孩子好有三根哦 好棒哦 很发心 有什么关系 人家就是要拜万佛 他拜给我们看 但是他真正呢 拜拜拜 拜到后来 只要他继续这样拜下去 我们就找更多的人 跟他拍拍手 然后呢 他就继续拜下去 他有一天 他就会真正的启发 他自己的内心 我们就等着他那一天嘛 是不是 等着那一天的道理 我们刚开始也是啊 我们修行 以为是要修给谁看的啊 修给佛陀看的啊 修来给怎样 让大家来按赞啊 有什么关系 我们的群组里面 就是要一直跟人家 互相按赞啊 好 是不是 大家互相鼓励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世间 一个人愿意来发心修行 你都要放鞭炮啦 所以刚刚为什么 一开始上课就放鞭炮 你看 是不是 我们的那个法制住持啊 他就在那边说 这个是放鞭炮 有没有 还要告诉大家 有没有 他特别提醒大家 那个鞭炮为谁而放 为各位而放 是不是 我们要恭喜大家 我们一起进入了这个华炎世界 我们管这个华葬世界里面 华炎世界里面 我们是站在什么位置 站着毛坑也什么关系 这又不是毛坑 有没有 是不是 所以我们至少呢 有一本 我们这个美国的居士最可爱 他每次呢 要推广 在美国要推广 实在很困难 因为没有人要读 他都怎么推 后来我就知道 为什么都不会成功 因为他说 哎呀 师兄啊 这个华炎镜啊 这么美 回去放着好看啊 也好 这样 他是 他是要推广皮啊 所以 他就推广皮 他就叫人家家里面 会拍一套 这很好看 这样 我说 也的确 他就推半天 都没有人要 结果我去上课 上完呢 全部都抢光 我说这个你看 你要推广 你要懂华炎镜 要不然人家不知道 你为什么 我为什么没事 要放一片 一部金 在那个地方 是不是 所以呢 大家来这个地方呢 我们学了华炎镜之后 送了华炎镜 我们先试试看 你要先做功课 做了功课呢 你听师傅讲话 你就知道都在讲华炎镜 然后呢 做了功课呢 再去看纪录片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这其实每一句都是华炎镜 你不知道的时候 以为 那个只是一个画面 我们透过这个华炎镜的一个宣传 他其实就在叫化 在叫化 然后我们为什么台北厂会爆满 其实 其实是 一方面是我们的那个 那个位置太少了 二方面呢 是因为 这个红虾船出去了 有没有 所以有很多人呢 知道有这一部金 听说现在很红的 这个纪录片 但是我们透过纪录片 其实是希望让大家 能够懂华炎镜 所以我们自己在发心 在推动的人里面 每一个人 每一个演员 甚至于每一个司仪啊 我们连挑里面的义工 我们都是要挑 是不是要送金的才可以 要不然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不知道你来护持的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 多么了不起 如果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在读华炎镜 是不是就叫做华葬世界 每一个人做事业都用华炎镜的精神去做 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面都用华炎镜的精神去教育自己的孩子 我们想想看这个世界会变什么 要不然你试试看 你去看电视看报纸 你会担心你的下一代怎么办啊 是不是 那个思想那么偏激 动不动就要开始抗争冲突 那这个世界呢 是要冲突的世界 还是是要这个大家互相成就的世界 你自己选择 但是没有人去推动这个事情就死不开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先驱者 就是因为没有人在做 所以才必须要我们来做 才轮到我们做老师讲 我们昨天还在讲说 我们老和尚在试的时候 他怎么没有推华炎镜 后来想说 如果老和尚推 那我们还有戏唱吗 我们现在就是在那边就跟着念而已 他老上留了一个事情给我们做 而且这件事情是比较简单做的 你看说要盖大道场 然后要办残期 那个千人残期 万人残期 我们这个是有困难的 但是呢 要印个经 鼓励人家诵经 然后呢 每一个人来念经 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做 然后厦门的师父 他说他被感动了之后呢 他昨天前天看完了之后 他说 其实各位 你不要小看你的发心 我们在还没有华炎镜的 这种流通之前 中国大陆要办一个法会 就是只有法师在念 因为我们东北 东北有一个道场 每一次都是上千人在参加法会 可是他们没有经书 没有经书就是只有里面的人 能够念经 内谈的人能够念有经书 外面呢 听 用听的 请问你听得懂 你连看都看不懂 你还听得懂 所以就是等于是他们没有 他们一直不知道可以读 不知道经是可以读的 有没有 我们没有学佛之前 是不是不知道经可以读 以为都是那个听不懂的 那个有没有 这样子 好 那 结果呢 我们就是从 这一批实在好辛苦 我们从澳门那时候呢 还没有批文的时候 我们是澳门 一个人搬两套 因为一个人只能带静观 带两套 就是这样人海战术 我去澳门讲课 讲完之后呢 请大家隔天 从澳门到珠海去逛逛 那澳门的居民可以自由进出 珠海一天只能去一次 所以他们就是人海战术 这样扛过去呢 你看那一批 那一批一千多套 就是从珠海运到东北呢 你看那个运费 可是呢 东北他们有了那一千套之后 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华严经 所以他就说这件事情呢 他在这两年观察到 现在以前有 有人在办华严法会 但是从这两年特别多 而且有一些道场 譬如说南华寺 那个六祖大师的那个寺庙 他说魁为三十年 办的第一场法会 因为有我们这一套华严经 这华严法会 他说现在几乎每个道场 甚至于结下安居出家师傅的功课 就是送华严经 然后说这个是大家的功德 你只要见着闻着 只要发一点心 不管你是帮忙宣传的 帮忙做按赞的 或者是捐助助应的 或者是受持读诵的 那你就是这个华严行者 你的一念发行就已经在影响 这么多的人 这个世界在改变 所以呢 看我们真的就是何其有幸 可以大家一起参与 那但是呢 要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如果觉得 自己可以在这个时候 尽一份心力 佛教需要我是真的 我需要佛教 我们就要更勇工 要真的很认真的 把这个经带回去念 带回去放着 你可以思索几天 所以呢 最后呢 就是希望大家 大家一起怎样 一起来发菩提心 求一切智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上课上到这边 就上课上到这边